第2501章天坑,此话一出,在场不少人眉头为皱,杨少飞忍不住道,这位道友,真离大哥拿出一块炎帝之石,又愿意欠你一次人情,已经是相当有诚意了。如此你竟然还不换,秦南摇头道,实在不好意思,我们主要是换仙剑。 你,杨少飞还准备说什么,就被真离公子拦了下来,只见真离公子又从储物袋中取出了一块玉佩,散发着一圈圈蓝色光芒,道既然如此,那我再加上一块水黄之玉,你看如何?秦南扫了一眼,就发现这玉佩之中,蕴含着一股滔天水溢,比起刚才那颗炎帝之石,仅仅只是差了一筹。 真离道友真是大手笔啊,炎帝之石,水黄之玉,若是有了这两块质宝相助,那我完全可以修炼出一门水火杀术。 一位天才级的人物,忍不住赞叹道,这两样质宝加在一起,已经远远超过了这三十多块重要天荒石。 公子,实在抱歉,还是不患,秦南神色平静道,嗯,在场的天才们,神色都是一争,万万没有想到,面对这两样质宝,秦南竟然还会拒绝。 杨少飞更是心中为恼,道,这位道友,你可不要得寸进尺。 别到时候等到玄机打开,路途中突然遭遇什么不测。 道友,见好就收吧,道友,真离公子既然这么有诚意,那不妨就成全真离公子,多一个朋友,总比多一些敌人要好。 其他一些天才们,也是忍不住开口说道,言语间那一丝丝威胁之意,任何人都能够听得出来。 倘若要是其他的修士们,面对这样的状况,那肯定会选择低头。 毕竟,这可不仅仅只是得罪一个真离公子,而是会得罪一群大势力的天才。 可惜的是,他们今天遇到的是未来的清穷之主和秦南。 前者压根毫不关心,满脸欣喜地把玩手中之剑,后者的表情,也没有任何变化。 我们此次前来换宝,只换仙剑,其他都不换。 秦南冷淡道,嗯,杨少飞等等天才们,万万没有料到,到了这种地步,此人竟然还是这样。 呵呵,道友,可不要逞一时之强啊。 不然的话,你可真的会连怎么死的,都完全不清楚。 蓝猎冷笑说道,身上散发出来了一缕缕杀气。 好啦,大家就不要多说啦,那个名为燕二的女子,取出了一把淡黄色的仙剑,里面仿佛有着无数河流,正在奔腾一样,笑道,既然道友只换仙剑,那我就替真黎大哥出了吧。 这把九曲合剑,乃是以九种缘合之意淬炼而成,你看如何。 秦南正要点头,就见那真黎公子摇了摇头,道,燕仁,这是我的事情,怎能够用你的剑呢? 说完之后,他看向秦南,淡然的眼神之中,有着一丝锐利,我这里有一把剑,名为羊神剑,换你剩下的众妖天荒石。 说完之后,他大手一挥,一把宛如火焰燃烧一般的仙剑,缓缓浮现了出来,释放出来了一股无比惊人的剑意,席卷整条长长的街道。 任何人都能够感受得出来,这把剑具备了极为强大的威能,比先前诸位天才们要拿出来的仙剑,都要强大得多。 杨少飞脸色为变,真黎公子,这把剑不是,真黎公子看了他一眼,制止他说下去,然后又对着秦南道,你看如何。 这没问题,秦南没有继续拒绝,让清秀少年拿剑,把剩下的众妖天荒石都给了过去。 真黎公子面无表情,道,我们换剑直至现在,也都不知道两位道友的名号,两位道友可否能够告知。 秦南毫不在意,道,在下林小枝,旁边这位是我兄长,暂时还没有师门。 反正,他又不是这诸天万界之人,说出姓名也无法。 林小枝,在场的天才们,都是暗暗思索,看看有没有听过这个名字。 真黎公子唯唯点头,又道,原来是林道友。 这次林道友来我这宫殿门前,举行换宝仪式,也算是给我捧了场。 不如林道友与我等一并进入殿中,品尝美酒,谈谈舞蹈,如何。 秦南心中伟动,他很明白,连续拒绝真黎公子, 他们两个已经把真黎公子,还有杨少飞等等天才们给得罪了。 不过,大眼世界山内不能动武,进去了也无妨。 最为关键的是,他正好可以趁这次机会, 好好了解一下这些天才们的实力,更加了解这诸天万界的武道。 秦南正准备询问清秀少年,这时忽而听见一的一声, 目光下意识看去。 只见到,那第一个换取重要天荒时的两眼,正满脸疑惑地看着手掌心, 他掌心之中的那可重要天荒时,像是失去了力量, 所有的光芒,还有所有的气息,都在一点点的流逝,逐渐露出了漆黑之色。 我靠,秦南心里忍不住抱了句粗口, 他在来的路上,就已经问过清秀少年, 清秀少年的造假手段极高,只要这些天才们没有尝试着真正吸收重要天荒时, 那就绝对无法发现他是假的。 按照正常的道理来说,这些天才们拿到了重要天荒时, 肯定不会当场恋化的,而是等到酒宴结束, 回到宫殿后再进行的。 但是,他万万没有料到,这两眼竟然当场就开始恋化。 要跑路,秦南心中念头一闪,看向了身旁, 然而,他的身旁,已经空空如也, 清秀少年早已化作了一道光芒,飞到了前方, 当秦南看来的时候,他已经到了街道尽头, 然后转角消失不见。 我靠,秦南顿时心里再抱了句粗口, 这货竟然就这么丢下他跑了, 这还是未来的清穷之主吗? 道友,不好意思,我们还有事情要做, 我们回头再见。 秦南扔下了一句话, 瞬间爆发出来了惊人的速度, 向着前方冲去。 嗯,真离公子等等天才们, 神色都是一愣,好端端的, 这两兄弟怎么,就在此时, 一道愤怒的声音炸开,赶快追。 假的,这些石头全都是假的, 第2502章神秘来人, 真离公子, 燕丹青等等天才们, 心中骚然一惊, 纷纷施展各种手段, 开始吸收中夭天荒石, 以此来辨别真假。 真离公子更有魄力, 手掌心中涌出了一股滔天剑意, 直接将三块中夭天荒石给强行绞杀粉碎, 化作了无数黑色的石屑, 没有一丝一毫的洪荒之意, 全部都是假的, 我们被他们给骗了。 真离公子的脸色, 瞬间变得无比冰朗, 直接化作了一道璀璨见光, 朝着秦南的身后笔直冲去, 爆发出了滔天杀意。 找死,燕丹青, 杨少飞等等天才们, 都是心中大怒, 立即运转起来了强大神通, 化作了一道道耀眼红光, 破空而去, 带起无数气浪。 秦南心中顿时意寒, 只感觉后方仿佛有无醋把力剑, 即将刺到他的身上。 本源之体, 本源化意, 秦南迅速运转起来了大同天诀, 调动体内的本源之力, 演化出来了一对双翼, 不断地煽动, 让速度增加了醋背。 赵姓珍, 你给我站住, 秦南很快又看到了清秀少年所化的光芒, 立即传音立合。 清秀少年脚步一顿, 仿佛就真的要停下来一样。 但是在下一刻, 清秀少年忽然朝着一面宫殿墙壁撞去, 竟然没有发生任何声响, 直接就消失不见, 好像融入了里面一样。 秦南施展铜树, 什么都未发现, 秦南一咬牙, 弹出一缕刀意, 将那墙壁给斩成了一片粉碎, 依然没有清秀少年的踪迹, 就仿佛彻底从世界中消失了一样。 混原剑爵, 忽然, 一道长笑声划破天空, 只见到, 震怒之下的真黎公子, 直接施展出来了一门恐怖杀术, 凝聚出来了成千上万道的浩瀚建议, 化为了一道璀璨长河。 但是, 这件一长河还来不及斩出, 街道的上方就响起了一道沉闷的爆炸声, 一股无形的伟岸之力, 陡然降临下来, 将这璀璨长河直接震成了粉碎。 不止如此, 那于刘之力, 像是一道长鞭一般, 抽向了真黎公子, 使得后者脸色为变, 连忙记起了一尊仙气。 秦南嘴角为抽, 真黎公子不顾这大眼世界山的规则, 都要强行对他出手, 由此可见这真黎公子愤怒到了什么程度。 赶紧逃, 秦南心中一领, 将各大问道之法接连运转起来, 要是被这群天才们给带住, 那鬼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轰轰轰, 这惊人的追逃, 引发了巨大的声势, 立即将建玄斗的无数修士们, 都给纷纷惊动, 神念扫了过来。 出什么事了, 我靠, 真黎公子, 燕丹青, 杨少飞, 还有那不是, 这是什么情况啊, 他们不是正在举行酒宴吗, 怎么都气势汹汹地追及那个青年, 刚才我收到了杨少传来的命令, 这个青年叫做林小枝, 用假的众妖洪荒时, 骗取了这些天才们的诸多宝物, 别愣着了, 我们赶紧追过去, 短短一会, 这酒宴上所发生的一切, 就被不少人给知晓, 都是震惊不已。 追及秦南的修饰, 也变得越来越多, 时间一点一滴的流逝, 五个时辰之后, 大眼世界山山腰之处, 一片古老的森林之中, 秦南的身形从天而降, 落在了一根树之上, 剧烈地喘着粗气, 这五个时辰之中, 可谓是惊心动魄, 在那浩浩荡荡的追及之下, 他不得不飞出了剑旋兜, 迅速冲入了其他一座仙城里面。 他一刻也不敢停歇, 一连换了三座仙城, 才显而又显地将那些人给彻底甩掉, 然后逃到了这里。 至于未来的清穷之主, 自从消失在那个墙里之后, 就再也没有见到过他了。 换而言之, 他这一次被清秀少年给彻底坑了。 突然, 他体内的一缕仙光, 开始抖动起来, 季璇的声音冲入他的脑海, 林小哥, 你真是太厉害了, 竟然骗了那么多天才。 天极榜之灵的声音也很快响起, 哈哈哈哈, 你小子可以啊。 快说, 搞到了多少好东西, 把那群天才弃成了那样。 听到这句话, 秦楠的脸色瞬间一黑, 等到秦楠将事情的原委, 告知给两人之后, 立即引来了更为刺耳的大笑声。 最关键的是, 这两个家伙一听到秦楠没有得到任何好处, 就很果断地决定不来找秦楠, 也不把他们所处的位置告诉秦楠。 秦楠翻了翻白眼, 然后想着今天发生的种种事情, 心头就有一股怒火燃烧起来。 这一次真的是他大意了, 他太过相信这个未来的清穷之主了。 这倒不能怪吴迪, 吴迪只是告诉他未来清穷之主有着贪财爱见这两个怪癖, 并没有告诉未来清穷之主是个什么样的人, 毕竟吴迪恐怕也不是很清楚。 说不定那或先前跟我说的那些, 都有可能全部是假的。 那或就是想骗我一起做这个事情, 然后由我去吸引那些天才们的愤怒, 情难牙关之咬, 要是以后让他发现那个家伙, 他可不管对方未来会成为清穷之主, 成为极其恐怖的存在, 他肯定要报仇血恨。 过了许久, 秦楠的内心渐渐平静下来, 看着前方茂密的森林, 忍不住叹息了一声。 此次大眼世界山玄机将开, 不知道吸引了多少大势力和强者。 在这等盛世之下, 即便是那真黎公子, 燕丹青这等大势力的天才, 万界榜榜上有名, 那也不可能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 可是现在, 他却成为了那个焦点, 想必不需要多久, 他把这群天才们给坑的事情, 将会传遍整个大眼世界山, 人人皆知。 秦楠一想到这里, 就有点头疼, 伸手揉了揉眉毛, 这样的情况, 怕是不能进入那些仙城了。 只能待在这里, 等待玄机打开了, 秦楠摇了摇头, 向个树林前方走去, 准备寻一个更加隐蔽之地。 突然之间, 他的内心中升起了一丝警照。 他几乎没有任何犹豫, 直接施展出跨天一级, 瞬间来到了另外一棵古树上, 低声喝道, 什么人? 第2503章噩耗, 秦楠很快就见到, 从那虚无之中, 飘出了一缕唇霞仙光, 落在了古树树枝之上, 化作了一朵七半仙莲, 莲座上有着一名白裙女子。 鼻子的相貌谈不上好看, 只能算是一般, 但是她的肌肤非常的白皙, 就连那精致锁骨之处挂着的淡金色吊坠, 都仿佛在这如雪般的肌肤之下, 溢溢生辉。 秦楠转身便准备飞走, 在她看来这个女子显然就是真离公子她们那一边的人。 现在她所处的位置已经曝露, 必须得另换一个地方。 你不必如此, 我不是来追你的。 白裙女子淡淡开口道, 我是因为时空之力而来。 秦楠的脚步猛然一顿, 紧盯着这名白裙女子, 道, 你知道些什么? 白裙女子说道, 若是我没看错的话, 你应该是从后世之中而来, 你并不属于这个时代。 秦楠心中震惊, 这个白裙女子的气息, 也是天尊巅峰境界, 并不是什么恐怖巨头, 她是怎么知道这件事情的。 而且, 白裙女子在说出这番话的时候, 为何没有引起时空之力的阻挡? 秦楠清晰了口气, 很快平复了心神, 问道, 你到底是什么人? 白裙女子双眼看着她, 脸上没有任何的表情, 道, 我姓柳自宁霜, 一共有两个身份。 第一个身份是日月先宫的关门弟子, 第二个身份是时空圣殿的传人, 未来的圣女。 秦楠心中一动, 道, 敢问柳姑娘, 这时空圣殿是什么势力? 白裙女子不答, 伸出了白皙的御手, 摘下了一片绿叶, 然后屈指弹出。 秦楠立刻看到, 这绿叶在空中飞舞之时, 像是失去了所有的生机一样, 竟然开始渐渐变黄, 渐渐枯萎, 正当要落地之时, 化为了无数的碎屑, 随风而散。 时空圣殿的存在, 非常的古老, 它具体是什么时候建立的, 什么时候覆灭的, 我也不清楚。 我只知道, 它覆灭之时大眼仙宗都还未成立。 柳宁双说道, 顾名思义, 时空圣殿与时空法则有关。 时空圣殿内的所有弟子, 都可以修炼与时空之力有关的时空圣殿。 根据我得到的传承理念记载, 若是将时空圣殿修炼到了极致, 甚至可以执掌时空法则, 诸天无敌。 秦南听到这一番话, 心神不由得剧烈震动。 这个时空圣殿竟然如此恐怖, 不仅仅可以修炼时空之力, 还可以修炼到执掌时空法则的程度。 时空法则, 那可是天地之间最为恐怖的力量之一, 蕴含了无穷无尽的玄妙。 要是真的将它完全掌握, 用诸天无敌来形容, 那完全不过分。 没想到, 柳姑娘竟是这等大势力的圣女传人。 秦南强行稳住心神, 充满了戒备, 道只是在下不清楚, 柳姑娘来找我做什么。 难道是想从我这里了解未来发生的事情? 柳宁霜摇了摇头, 道, 我对未来发生的事情, 没有太大的兴趣。 而且, 在时空法则之下, 你也根本没法将未来的事情告诉我。 甚至, 你现在做很多事情, 都有可能遭到时空法则的阻碍。 秦南更为疑惑, 道, 那你来找我, 柳宁霜说道, 很简单, 我想问你一件事情, 你是如何从未来回到过去的? 秦南苦笑一声, 道, 柳姑娘, 这件事情不是我不想告诉你, 只是这一点我是真的不清楚。 我从未来回到现在, 那是通过另外一个事例才做到的。 那个事例曾经偶然得到了一些关于时空之力的古书, 故而开创出来了一种办法。 古书, 柳宁霜沉思片刻, 道, 莫非是从时空圣殿里面流传出去的时空道经? 秦南没有作声, 他压根不知道什么是时空道经。 既然你不知道, 那边罢了, 柳宁霜看向他, 道, 我还有意识不解, 你的体内为何会凝聚出来时空印记? 秦南一愣, 时空印记, 我体内, 柳宁霜没等他说完, 预指一弹, 一道灰蒙蒙的光芒, 立即没入了秦南的身体之中。 秦南只感觉浑身像是火焰一般, 开始剧烈燃烧起来, 他脸色微变, 正准备动手之时, 就发现在他的湿海之中, 不知何时多出了一道灰色的棱形印记, 里面散发出来了一股微弱的波动。 这种波动秦南已经非常熟悉, 正是时空之力。 一鸣修是想要自身凝炼出这种时空印记, 条件极为苛刻, 无比困难。 自从我成为时空圣殿传人之后, 就再也没有发现过其他人体内有这种时空印记。 柳宁霜说道, 你体内能够凝炼出这种时空印记, 应该是你从未来回到了现在, 并且你还经历了某种巨大的时空波动。 听到这一番话, 秦南陡然反应过来, 莫非是因为它进入了时空之光? 柳宁霜突然想到了什么, 道, 哦, 对了, 还有一件事情要告诉你。 根据我的猜测, 你从未来回到现在, 应该只能待一百年至两百年左右, 时间一到就会被时空法则强行送回未来, 以免引发时空风暴。 秦南听到这一句话, 心里陡然有了种不好的预感。 只不过, 你经历了某种巨大的时空波动之后, 以至于你体内凝炼出来了时空印记, 故而时空法则更早地发现了你, 开始排斥于你。 简单来说, 你在现在只能戴上柳宁霜仔细计算了一下, 然后伸出三根手指, 三个月。 秦南脸色顿时一变, 道, 你说什么? 我只能戴上三个月了, 这也让秦南猛然想起, 他当时出入这时空之光时, 遭遇的那股时空之力的焚烧。 是的, 听到柳宁霜肯定的回答, 秦南心神瞬间沉入谷底。 他万万没有想到, 此次进入这道时空之光, 损失竟然如此严重。 要知道, 他原本可是还剩下六七十年啊, 完全可以好好探索清穷, 解开当年各种秘密。 并且他还可以在这上古时代, 悄然留下诸多厚手, 等回到过去以后, 他再进行启用。 可是现在, 他的那些想法, 全部都要化为泡影。 而且, 三个月之中, 他在这时空之光里面, 能够晋升为无上天尊吗? 第2504章时空盛典, 看来你不想提前回去, 柳宁霜看着秦南的脸色, 淡淡说道, 秦南轻叹一声, 道, 那是当然啊, 好不容易回到这上古时代, 当然是想趁此机会, 好好提升修为, 突破更高的境界。 柳宁霜身形一动, 从树上飘然而下, 来到了秦南的面前, 一股淡淡的清香味, 立刻飘入了秦南的鼻尖之中, 让秦南的心情莫名变好了不少。 我先前的话还没说完呢, 柳宁霜的嘴角, 浮起了一抹浅笑, 宛如鲜花盛开一样, 我这里有办法可以帮你延长回去的时间。 秦南精神顿时一震, 连忙道, 柳姑娘你有什么办法? 柳宁霜说道, 其实很简单, 我可以将时空圣典传授给你。 你修炼此点之后, 若是武道天赋够强, 能够在这三个月内, 把它修炼到第二中, 便可以延长一个月。 若只是修炼到第一中, 那就只能延长十天。 秦南神色一争, 先前柳宁霜说过, 要是将时空圣典修炼到极致, 便能执掌时空法则。 由此可以见得, 这时空圣典非同小可, 恐怕是时空圣典的不转之密。 秦南迅速冷静下来, 道, 柳姑娘, 你有什么条件? 柳宁霜眼中露出了一丝赞赏之色, 道, 其实很简单, 你体内有着时空印记, 你的加入时空圣典。 另外, 我个人还有个要求, 他日你若有所成, 你的钱来助我彻底成为圣殿的圣女。 你觉得如何? 秦南眉头皱起, 柳宁霜见他这样, 便问道, 你有什么难处? 秦南叹了口气, 伸手揉了揉眉毛, 道, 柳姑娘, 加入时空圣殿没什么问题。 只不过, 我不是这诸天万界之人, 我来自另外一个世界。 所以, 我到时候能不能助你这个真不好说, 柳宁霜文言不经倾笑一声, 道, 林道友, 看来你对你那个世界, 还并不是非常了解。 其实, 你所处的那个世界, 也必然是诸天万界中的存在。 还有, 我需要的是你有所成之后才来助我。 你若无所成, 自然也就不需要了。 于他而言, 他给予秦南时空圣殿, 纯粹就是顺手之劳。 秦南能有所成, 那自然是最好了, 若是没所成, 他也没有损失什么。 秦南仔细想了想, 觉得没什么问题之后, 便没有任何犹豫, 道, 好, 柳姑娘, 我答应你。 能够得到时空圣殿这等恐怖功法, 还能够延长他的时间, 他根本没有拒绝的道理。 柳宁霜点了点头, 拿出了一片冰蓝色的仙玉, 道, 时空圣殿共有十九众境界, 你现在还只是时空圣殿的外门弟子, 按照门规我只能给予你前面十众的功法。 等到以后, 你达到一定地步之后, 你可以来找我, 我再传你圣下的功法。 秦南对此没有任何意见, 毕竟他们两个人还只是萍水相逢, 柳宁霜拿圣下的功法留作后手, 那也是情理之中。 柳宁霜又拿出了一块金色的令牌, 上面书写着一个非常秀气的柳字, 散发着一丝一缕神秘的气息。 你收好此令, 等到将来你可以通过此令来与我联系。 还有, 你如今得罪了真理公子, 燕丹青那些人, 对你接下来近身无上天尊非常不利。 柳宁霜说道, 到时候, 你若遭遇了他们, 就将此令拿出来, 他们必然不会再轻易为难你。 秦南眼睛一亮, 这令牌可是个好东西。 多谢柳姑娘, 不必多礼, 我马上要走了, 你还有什么要问? 秦南立刻想到了时空圣点, 连忙问道, 柳姑娘, 我要是将时空圣点修炼到第三中, 那延长的时间有多少? 柳宁霜看着他的眼睛, 道, 若是你能修炼到第三中, 那你就可以延长三个月时间了。 但是, 你不要好高无远, 你现在只有三个月的时间, 要想修炼到第三中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他似乎还有点不放心, 语重心长地补充了一句, 你也不要为了延长时间, 故而投机取巧, 误入歧途。 修炼这时空圣点, 最主要的就是脚踏实地, 否则未来后患无穷。 秦南郑重点头, 道, 柳姑娘, 你放心吧, 我绝不会乱来的。 柳宁霜呃了一声, 道, 还有一点我的提醒你, 关于时空圣点的事情, 最好不要告诉任何人。 不然的话, 到时候可能会带来一些麻烦和灾祸。 说完之后, 他便化作了一缕仙光, 飞入天边。 秦南看着他离去的方向, 心中不禁有所感慨, 他的确没有想到, 他被未来的清穷之主给坑了之后, 忽然柳暗花明, 得到了另外一个机缘。 不想了, 距离玄机打开还有几天, 赶紧来修炼这时空圣点吧。 秦南心中暗道一声, 立即向前飞去, 没过多久, 他便找到了一个隐蔽的山洞, 盘膝坐下, 平复心神之后, 他便神念探入那仙域之中。 万界规则无数, 为时空规则永恒不动, 时空规则, 他既存在, 亦不存在, 他, 秦南并未发觉, 他是海中的那道时空印记, 开始泛起了一缕缕光芒。 也正是因此, 仿佛有一位时空圣殿的无上存在, 在秦南耳边低语, 通过那非常简单的语句, 让秦南迅速了解时空圣点。 时间一点一滴的流逝, 大约过去了时隔时辰之后, 秦南的神念才从狱中离开, 心中惊叹连连。 不得不说, 这时空圣点当真不是一般的恐怖, 远远超出了秦南的想象。 也不知当年是何等的存在, 才能够创造出这样的功法, 秦南心中念头一闪, 旋即长长吐出了口烛气, 双手结出了一个奇特的印法。 要想修炼时空圣点, 第一步便是先通过特殊手印, 幻动沉积在世海中的时空印记, 将印记完全掌握。 然后, 再通过另外一种手印, 将时空印记催动起来, 与天地明明之间, 汲取时空之力, 融入体内。 第2505章先帝讲法, 时间流逝, 八天之后, 只见到, 一缕缕灰蒙蒙的气息, 像是一头头蛟龙一般, 在秦南体内不断地游走, 使得秦南整个人的气质, 变得无比神秘, 仿佛笼罩了一股大玄机一般。 忽然间, 秦南是海之中的那枚时空印记, 开始剧烈阵战起来, 像是被注入了一股无比庞大的力量一样, 竟然缓缓膨胀蜕变起来, 最终化为了一朵三瓣莲花。 这, 便是时空圣点的第一种, 修炼成第一种之后, 秦南就能够初步调动时空之力, 可以让某一个地方, 某一样东西, 加快时间的流逝, 或者反之让时间倒流。 这样的能力, 无疑是相当恐怖的, 只可惜, 现在秦南能够调动的时空之力非常的少, 他最多只能做到昔日夜朝鲜的程度, 可以让一个人倒回一席之前。 这时空圣点果然难学啊, 没想到用了这么久, 才勉强练成第一种, 秦南睁开了双眼, 心中轻叹一声, 按照这样的速度, 他只能勉强修炼到第三种, 无法再返回未来之前练成第四种, 把时间延长。 罢了, 六个月就六个月吧, 到时候离开这道时空之光之后, 还能余下一点时间, 可以留下一些后手。 秦南摇了摇头, 不再多想, 继续修炼。 若是柳宁霜在此, 知道他的这些想法, 恐怕会有拔剑斩他的冲动。 要知道, 他当初机缘巧合之下, 成为了时空圣殿的候选圣女, 依靠着一些时空之时, 他也是用了整整二十余天的时间, 才将第一种炼成。 当他炼成第三种之时, 就已经过去了足足一年时间了。 即便这样, 他的天赋还属于顶尖的, 极为少见。 不知道过去了多久, 一直修炼中的秦南, 忽而心中生出了一种奇怪的感应, 他立刻睁开眼来, 向着上方的天穷看去。 只见到, 碧蓝一片的天空, 竟是化为了一片金色, 将世家的一切, 都给度上了一层金芒, 哪怕是寻常随处可见的草木, 都仿佛变得神圣起来。 拳击要开了, 秦南心中一动, 随后又听到天极榜之灵等人传来的消息, 他立即起身飞出了树林, 向着前方赶去。 秦南运转起来了大同天诀, 散发出来了庞大的神念, 立刻敏锐地感知到, 天地间的所有一切, 都在发生着某种神秘的变化。 过了一会, 一股无形的威压, 更是浮现在天地间。 饶氏以秦南现在的修为, 出遇这股威压之时, 都有种心惊肉跳, 想要顶礼膜拜之感。 一个时辰之后, 灿烂的天穷, 裂开了整整十道宽达十万里的裂缝, 看不到起始, 看不到尽头, 犹如十条神秘莫测的天道, 出现在了人世间一样。 秦南的视线里面, 也出现了一座座的仙宫和仙城, 他们里面的气灵, 都被这一项给惊动了, 绽放出了五颜六色的光芒, 在一片金色之下, 显得分外亮眼。 秦南赶来这里, 是因为他对这玄机打开完全不了解, 到时候他可以看着其他修士们是如何去做的, 他跟着去做, 以免错过了这场玄机。 秦南停下了脚步, 落在了一个小山包之上, 体会着天地间的所有变化, 静静等待着。 忽然, 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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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道道若有若无, 非常缥缈的钟声, 想在了秦南的耳边, 想在了整个天地间。 那一座座仙宫, 仙城里面, 顿时有着一位位修士们, 分别冲天而起, 仰望天空, 盘膝而坐。 钟声持续响起, 一共响起了足足三十三道之时, 那十条贯彻天穷的裂缝之中, 陡然涌下了无数的紫气。 随后, 十道恐怖的威压, 像是跨越了无穷时空而来, 冲击了整片天地。 这是什么威压? 秦南心中震惊, 哪怕是在清穷深处的时候, 他也未曾感受到如此恐怖的气息, 让他感觉自身就像是一粒尘埃一样, 渺小到了极点。 秦南, 济玄, 龙若, 拳击打开之前, 将会有十大先帝的虚影, 降临这大眼世界山, 开口讲法。 这可是一场千载难逢的机缘, 你们稳住心神, 好好聆听。 这时, 天极榜之灵传来了声音, 十大先帝讲法, 秦南心中一跳, 虽然不知道十大先帝处于什么境界, 但是大眼天宗这等存在了足足上百万年的庞然大物, 一共也只出现了十位先帝, 由此可见这十位先帝极其恐怖。 秦南立刻盘膝而坐, 摒弃凝神, 突然, 他眼前一黑, 看不到了任何景象。 紧接着, 在这黑暗的镜头, 忽而亮起了十道滔天光芒, 十道难以用言语形容的伟岸虚影, 稀奇浮现出来, 盘膝而坐。 没给秦南多想, 第一道身影率先开口, 吐字如雷, 惊天动地。 但是, 古怪的一幕出现了, 秦南心中感觉他好像是在聆听着大道之音, 世间治理之言, 可是每一句话, 每一个字, 他都根本听不真切, 模模糊糊的。 这是什么情况, 秦南满头雾水, 不过这等要紧关头, 他也没法去深思, 只能集中全部的心神, 用尽一切的去聆听。 第一道身影没讲多久, 就轮到了第二道身影, 然后第三道身影。 秦南也在这不知不觉间, 进入了一种玄妙的状态, 物。 像是领悟大道, 像是领悟自身, 很快, 第十道身影讲完了, 但是, 这十道身影并未离去, 反而同时开口, 那原本如雷般的声音, 变得更为洪亮, 似乎要超出世界之外, 响彻整个诸天万界。 也在这一刻, 秦南第一次听懂了他们所说的话, 那是他们第一句话的第一个字。 先, 只不过, 他也只听懂了这一个字, 剩下的第二个字, 第三个字, 第四个字以及一切, 他都再也无法听懂, 只能进入那种奇妙的物之中。 第2506章玄机打开, 像是过去了千载岁月, 又像是只过去了弹指一瞬, 十大先帝虚影的讲法, 彻底结束了, 秦南也从那种玄妙的感觉之中脱离出来。 十大先帝讲法, 果真是非同小可, 秦南心中有些欣喜, 这一次他收获不菲, 对于规则之力的理解, 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不止如此, 他对于时空盛典的三物, 也变得更深了。 他原本修成第二种, 还要一段时间, 但现在只需要两三天了。 如此一来, 他说不定可以在他离去之前, 三物时空盛典的第四种, 将时间再往后面推延。 你们都听懂了几个古字, 天极榜之灵的声音传来, 道, 我听别人说, 每次十大先帝讲解的, 都乃是大眼天宗的至高密点, 大眼天经。 要是从里面听到的古字越多, 到时候进入玄机之后, 得到的好处就越大。 秦南神色一争, 没想到这里面还藏有这样的秘密。 龙若天尊很快说道, 我就听懂了五个字。 秦玄黑黑笑道, 龙若前辈, 我比你强一点, 我听懂了足足七个字。 天极榜之灵吃了一声, 道, 秦玄, 听懂七个字有什么好的色的? 天哥我听懂了足足二十一个字, 哦, 对了, 小枝, 你听懂了几个字。 别特麻告诉我比我的环多, 龙若天尊和季玄也是非常好奇, 他们都知道秦南的武道天赋非常变态。 秦南苦笑一声, 道, 我与这大眼天经似乎没什么缘分, 我只听懂了一个字。 三人立刻沉默下去, 过了好一会, 天极榜之灵才打破极境, 开口道, 一个就一个罢, 也没什么大碍, 反正, 哈哈, 甲义安慰到了一半, 他实在是忍不住了, 直接发出了大笑声。 季玄也是忍俊不惊道, 真没有想到啊, 我听懂的字, 居然是你听懂得足足七倍。 林小哥, 你也太菜了, 这祸说着说着, 也没心没肺地笑了起来。 秦南脸色一黑, 直接打下规则之力, 锁住了那一道仙光, 根本不想再搭理这几个家伙。 抬头看去, 只见到那十条贯彻 天穹的巨大裂缝, 里面不再是黑漆漆一片, 而是闪耀着无比浓郁的紫光, 乍看时还让人感觉 像是紫色的仙晶一样。 突然, 嘎吱的声音, 响车了整片天地, 响在了所有人的耳边, 仿佛在那冥冥之中, 似有一座无上天门, 开始缓缓打开。 那裂缝之中的紫光, 立即开始剧烈沸腾起来, 一股莫大的悬之又悬的气息, 从中垂落而下, 席卷了整个世界。 没过多久, 一枚枚大小不一, 五光石色的神符, 从中缓缓飘落而下, 像是一场额毛大雪一样, 飘洒向了整片天地。 拳击已开, 石符入山, 在这一刻, 远处的一座仙宫里面, 一尊超越了天尊境界的巨头, 发出了一道如雷般的喝声, 同时还探出了一张大手, 向着一枚神符抓去。 紧接着, 无数的修士们, 纷纷反应过来, 接连冲天而起, 抓取神符。 秦南见此情形, 也立马拿下了一枚神符, 顿时间就有骨棒薄的伟力, 降临在了他的身上, 带着他穿越无数虚空, 抵达了一处无上之地。 秦南稳住身形之后, 迅速向四周看去。 他现在所处的地方, 依然不像是一个山巅, 而是一方无尽世界, 广袤无影, 山巒起伏。 唯独与山腰之处的景象不同的是, 天穷不知在何时已经化为了一天漆黑, 有着无数颗的星辰, 不断闪耀着。 值得一提的是, 这些星辰们绽放出来的光辉, 要比秦南曾经眺望夜空见到的星辰, 都要璀璨得多。 其中有一些星辰的光辉, 甚至犹如日月一般, 洒下了无穷星光, 覆盖在世间万物之上。 对于这样的景象, 秦南也只是多看了两眼, 并没有多大的兴趣。 然而, 他并不知道的是, 那些诸天万界中的修士们, 包括一些天才在内, 看到眼前这一幕之时, 都是新生惊叹, 叹为观止。 每一颗星辰, 那都是一方世界, 这所有的星辰, 便是这整个诸天万界的全貌。 要知道, 这样的诸天万界星辰图, 那可不是随便就能见到的, 除了在十大世界之中, 身处其他的世界里面, 都只能看到这幅绝世之图的一角。 在这大眼世界山的山巅能够看到, 正好可以说明此山的不凡与恐怖。 秦南没在原地停留, 向着前方飞了过去。 此次所有人借神符踏入这玄机之中, 并没有被传送到一起, 位置都是随机的。 他这方圆簇万里之中, 都没有一名修士的身影。 嗯, 突然间, 秦南就看到, 在远处的一座小山峰的山巅之上, 生长着五棵参天古树, 那树干之上, 布满了无数的纹路, 竟然在无形之中, 构成了一副模糊的神魔大战之徒, 让人感受到了一股肃杀之意。 千树玉图, 秦南心中一惊, 这可是一种非常罕见的天才地宝, 一旦将之恋化, 不但能够提升人的修为, 还能够领悟图中之意, 掌握某种意象, 修成某种神通。 在大上界之中, 每次出现这样的天才地宝, 那必定都会引来天尊强者的争夺。 可是现在, 竟然随随便便就遇见了, 秦南反应过来, 将体内仙光上的规则之力磨开, 立马就听到了季玄的尖叫声, 我靠靠靠, 你们猜猜我遇到了什么? 我遇到了一块蕴含十种先天术法的归向仙石, 天极榜之灵嗤之以鼻, 那有什么? 我这里有一颗长满蕴含大道之力的仙树, 龙若天尊也是惊叹道, 我也发现了一条蕴含无数精纯规则之力的仙天血河。 秦南立即忍不住清晰了口气, 难怪大眼世界三美一次出现, 都会引来无数天才强者趋之若鹜。 除了大眼天宗的传承和在此的成为无上天尊会相当不凡之外, 那就是此处遍地是宝啊。 第2507章古神之墓, 小知、济玄、龙若, 现在距离这道时空之光结束, 我们还有五个多月的时间。 天极榜之灵忽而想到什么? 郑重道, 如今刚来这大眼世界山, 随处就可以遇见非凡宝物, 我们要在此地冲击无上天尊, 比想象中还要简单得多。 秦南点了点头, 非常认可, 虽然说从大上界诞生之时, 一直到秦南所处的那个时代, 总共只出现了四位无上天尊, 但这并不是说, 无上天尊这个境界, 有多么难以达到。 只不过, 要想在大上界中成就无上天尊, 比在诸天万界中困难了成千上万倍。 纵观晋升主境, 主宰天尊, 所需要达成的条件, 无非就是两个, 第一个是非常盛大的场面, 第二个便是得到极其强大的天才地宝。 大上界中这两点都难以满足, 所以成就无上天尊极其困难。 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 苍周帝, 黄府爵, 叶昭仙四人虽有绝世之姿, 但也是恰逢大上界的武道大事, 变得辉煌起来, 故而才能一举成功。 若是让他们四人, 存在于大上界初始的时代, 那也是有心无力。 可是, 他们所面对的问题, 放在这诸天万界中, 那就不是什么问题了。 更不要说, 他们来到了大眼世界山玄机打开的一场顶级盛事之中。 呃, 天歌, 也不简单吧, 继弦弱弱的声音响起。 他还只是主宰巅峰呢, 怎么可能五个月中冲击天尊, 再成为无上天尊? 一个废材, 住嘴, 天极榜之灵翻了翻白眼, 呵斥了一句, 又道, 所以, 小知你们两个, 等到可以冲击无上天尊之时, 要是时间还剩不少, 你们有把握的话, 不妨往后压一压, 争取以更强大的天尊境界, 去冲击无上天尊。 秦南和龙弱天尊心中都是了然, 天尊分为了自我, 是地, 应天, 至道四个境界, 以自我敬天尊成就的无上天尊, 那必然是无法与至道敬天尊成就的无上天尊相比的。 而且, 即便无法突破到更强大的天尊境界, 这玄机之中遍地为宝, 机缘无数, 他们要是得到了某个强大机缘, 那也可以使得自身更强, 成为无上天尊后也能更强。 能够缓一缓, 最好是缓一缓, 我们四个就暂且分开, 看看能否都博取一个大传承来。 当然了, 要是遇到了什么今天传承, 我们再聚在一起。 另外, 要是性命不保, 就立即传阴, 我们剩下的人, 都竭尽全力前去相助。 天极榜之灵又到, 秦南三人全部应允, 仙光立即沉寂下去, 彼此不再传阴, 而是专心去搜寻机缘。 秦南身形一晃, 就来到了那山巅之上, 将那五颗仙树同时练化, 他整个人散发出来的气势, 立即变得更为强大一分。 不止如此, 这些仙树所孕育的神魔大战之徒, 也被他渐渐领悟, 形成了一种崭新的神通, 威力非常强大。 这五个月的时间, 我必须得想办法, 突破到阴天的程度。 秦南心中暗道, 虽然他被清穷之主给坑了, 但是清穷之主告诉他的事情, 应该都不是假的。 他唯有提升到阴天境天尊, 冲击为吾上天尊之后, 方可回到后世, 将仓给击溃。 打定主意之后, 秦南立刻起身, 准备向前飞去。 突然, 一道绚烂的神光, 以着惊人的速度, 从天空划过。 秦南抬头一看, 就在那光芒之中, 看到了一枚符露。 秦南心中围动, 大手一挥, 爆发出磅礴之力, 将那符露给强行卷来。 神念叹入其中, 一道中气十足的声音, 立即响在了他的脑海中。 道友, 我乃是真阳先公的真传弟子罗川。 我发现了一座古神之墓, 里面已有绝世之宝。 但是, 此番我真阳先公并未有多少强者到来, 势力尚且单薄, 无法将神墓打开。 如若道友有兴趣, 不妨将此幅催动, 前来一并破墓。 入墓之后, 能否得取宝物, 全凭个人实力。 秦南听完这一段话, 双眼顿时已亮, 虽说不知古神之墓的这位古神, 到底是何等实力的强者, 但是秦南心里有种感觉, 此墓肯定非同凡响。 当然了, 这也有可能是一个阴谋, 可能是这个名为罗川的人, 故意用这种方法, 想要将一群修饰吸引而去, 然后将其坑杀。 不过, 这种可能性比较小一点, 大眼世界山玄机打开之后, 唯有天尊以及天尊之下才能够进入, 那些超过了天尊以上的存在, 要想再进入此地, 必须得死风修为。 同处一个境界, 要想坑杀诸多修士, 那根本不可能。 更何况, 这位罗川也不知道他的福禄, 会飞入何人的手中, 引来怎样的人物。 过去看看, 秦南立即有了决定, 往福中注入力量。 砰的一声, 福禄化作一只虚幻大鸟, 震翅飞向天空, 秦南紧随其后。 大约半个时辰之后, 秦南远远地就见到, 前方一片浩瀚的大地, 都笼罩在了一片诡异的黑雾之中, 哪怕诸天万界星辰之光洒下, 都无法将其照耀, 让人感觉鬼气森森。 偶尔之时, 还能够看到一尊尊庞然大物的身影, 在黑雾里面不断地穿梭, 让人心中不由地升起了一丝寒意。 这股神之木是真的, 秦南心中一定, 继续随着大鸟飞去, 很快, 秦南就见到在那无数黑雾之中, 耸立着一座高达999丈的黑色巨门, 上面刻画着一副一名面容模糊的青年, 斩杀一头石爪金龙的土岸, 充满了摄人的气势。 此门应当就是这股神之木的木门, 那斩龙青年, 很有可能就是埋葬此地的股神。 秦南的目光又看向了另外的一方, 在那大门的面前, 已经有了二十多道身影, 每个人散发出来的气势, 基本都达到了天尊境界。 除此之外, 远方的天空中, 还有着促道强大气息破空而来, 想必也是被这种福禄吸引过来的。 突然, 秦南看到了几道熟悉的身影, 是你, 第2508章九幽明宴, 这几个熟悉的身影, 正是秦南四人刚刚来到大眼世界山, 碰上的红颜尊者一行人。 真的是你骗了真黎公子他们, 那的名为秀儿的少女, 几乎是下意识地问道。 此话一出, 在场所有修士们, 都是心神一阵, 目光齐齐扫来。 秀人, 你认识他, 他就是那的林小枝, 一位身穿蓝色长袍的青年, 也看向了秦南, 眼中隐隐有神光闪动, 开口问道。 此人便是真阳先公的真传弟子, 罗川。 虽然未能做到万界榜榜上有名, 比不上真黎公子等人, 但也是一个天才级的人物。 真阳先公在诸天万界之中, 也算是一方大势力, 底蕴深厚。 我可没有那的本事, 秦南摇头否认, 是了, 你一个从天辟之地而来的蛮蚁, 怎么可能是骗得到真黎公子等诸多天才的爵士大贼? 想必是那爵士大贼骗了真黎公子等人之后, 恰好用了你的名字。 秀人反应过来, 眼中厌恶之色一闪而逝, 又对着罗川传去神念, 告诉了他们遇到林小之的事情。 哦, 林道友的运气, 貌似非常不好啊, 竟然被那等恶徒顶替了名字。 罗川说了一句, 就不再看秦南一眼, 显然他也不信一个连大眼世界山都不知道的蛮蚁, 居然可以坑道真黎公子等诸多天才。 当然了, 他虽然不把秦南放在心上, 倒也没有驱逐秦南, 毕竟秦南也是一位天尊, 可以为攻打古神之墓出一份力, 甚至入墓之后, 还可以替他们挡住一道太古杀鸡。 只是众鸣之人, 在场的一些修饰之中, 顿时露出了一丝失望之色, 杀鸡摁下。 要知道, 虽然真黎公子、 燕丹青等等诸多天才们, 事后虽未下达什么悬赏令之类的, 可若是他们真的将那恶徒镇压, 交给真黎公子、 燕丹青等天才们处置, 那必然可以收获他们的一份人情。 那可就是一场天大的机缘了, 不过, 也有几位修士, 目光围动, 心里打定好了主意, 待会一定要找个机会, 试探一下秦南。 林小友, 你还是速速离去吧, 鸿颜尊者回过神来, 低声传音道, 你被那恶徒顶替了名字, 虽说罗川公子打消了怀疑, 但是其他人说不定会抱着宁可错杀, 也不放过的心态, 极有可能对你不利。 的确, 刚刚被秀仁点破身份之后, 秦南就感受到了猝鼓杀意。 前辈, 你就放心吧, 我虽然来自偏远之地, 但身上也有着底牌, 自保绝对没有问题的。 秦南开口笑道, 见他如此一说, 红颜尊者就知道没法劝说了, 只能歉意道, 林小友, 刚才实在是不好意思, 秀仁这个丫头不懂事, 点破了你的姓名, 以至于让你麻烦。 秦南摇了摇头, 道, 前辈, 小事一桩, 并无大碍, 前辈不必过意不去。 对了, 前辈, 这股神之墓可有什么玄机? 正在两人交谈之时, 陆陆续续有着修士前来, 没过多久就有了二十九人。 诸位道友, 再来两位, 我们就可以破幕了。 罗川环是众人, 朗生说道, 此次赶来的修士之中, 大多都是积极无名之辈, 虽然都同处天尊境界, 但无论是散发出来的气息, 还是自身的背景, 都比不上罗川。 此次的破幕之举, 又正好是罗川发起, 所以现在他俨然有了一种主心骨的感觉。 那我来的倒是正好, 突然, 一道淡淡的声音响了起来, 一名身负淡金色古老大吉的少年, 从远处天空之中, 一步步慢慢走来, 浑身上下都散发着一股惊人妖气, 宛如一味化形大妖。 此人散发出来的气势, 比罗川还要强大一分, 尤其是在他眉心中, 还有一朵黑色之花, 宛如火焰一般, 让人感觉无比神秘。 那是, 九幽明雁花, 九幽明宫的弟子, 在场修士都是一惊, 看向这少年的目光之中, 充满了忌惮之色。 九幽明宫也是诸天万界中的一方大势力, 其底蕴恐怕比真阳仙宫都还要强横不少。 秦南心中围动, 仔细观察, 这所谓的九幽明雁花, 的确是非同小可, 里面仿佛蕴含了无穷无尽的九幽明雁, 一旦释放出来, 就可以坟灭诸天。 敢问道有如何称呼, 罗川神色温和, 拱手问道, 非常的有理促, 你还算不错, 有资格问我名字, 我乃梦长魂。 清秀少年看了他一眼, 唯唯点头, 在下便是罗川, 罗川笑道, 梦道有乃是九幽明宫的弟子, 战力必定是非同凡响。 既然如此, 我们便无需等待下去了, 可以一起出手攻打古神之墓了。 说完这句话, 罗川身上猛然绽放出来了三层神光, 一把密布无数金色古文的仙剑, 直接从他背后冲天而起, 释放出来了滔天剑意, 朝着那扇大门直接斩去。 轰, 鼓门晃动, 那青年斩龙徒开始绽放神光, 像是从亘古中活了过来一样, 一股狂暴的气势, 从里面汹涌而出, 直接向着众人笼罩而来, 仿佛要像途中一样, 把众人当龙给斩掉。 动手, 梦长魂等等在场的修士们, 立刻施展出来了各种各样的神通大树, 朝前攻去。 秦南也运转起来了一门问道之法, 抬手打出了一道道雪白刀器。 虽说这大幕之门, 相当不凡, 威力惊人, 但是在他们联手攻击之下, 此门也迅速暗淡下来, 不到一千席的时间, 就轰的一声, 化为了粉碎。 一股若有若无的古老威压, 以及一种腐朽的气息, 立即从里面席卷出来。 罗川、梦长魂等等修士们, 早就等待多时, 几乎是在破门的刹那, 就化作了一道道鸿芒, 冲入了里面。 秦南运转大同天爵, 并未有冲在他们的前面, 但也没有落后多少, 井井而随。 嗯,那是, 第2509章仙字之谜。 只见到, 在他们的面前, 乃是一片血红色的大地。 此地仿佛发生过一场惊人大战, 坑洼遍地, 海谷无数, 各种强大神通的意志, 都回荡在虚空之中, 久久没有消散, 还有那各种各样的法宝, 兵器等等, 都散落在地, 绽放着各种不同的微弱光芒。 不止如此, 在一些沙翼滔天之地, 甚至有一些古树和其花翼草, 借是着长生长起来, 随风咬异, 气息不俗。 快看, 那几件法宝, 都是三品仙器的存在。 一位天尊敬大厂的修士有所发现, 双眼放光。 秦南经历了那次幻见大会, 对于诸天万界的法宝倒是有了一些理解。 仙器分九品, 一品最弱, 九品最强, 一件三品仙器的存在, 完全可以在清穷之主那里换到三枚重要天荒石。 虽说按照真实的价值, 三品仙器肯定不值这么多, 但也不会相差太多, 由此可见三品仙器的价值, 天尊境界的修士, 那完全坐不住。 那把古剑, 还有那尊小塔, 虽然都已经断裂, 但是它们散发出来的气息, 都达到了四品仙器的地步啊。 忽然间, 一位天尊巅峰的修士精声开口, 只见到, 在那大地的前方, 一把断裂的黑色长剑, 还有一尊密布无数破裂纹路的琉璃小塔, 都是静静躺在地面, 光芒时闪时灭, 尽管它们没有展现出任何的威能, 但是依然具备了惊人的气势, 让人感觉宛如王者一样, 傲视整片大地。 要知道, 哪怕是断裂的四品仙器, 无论是价值还是威能, 都远远超过了三品仙器。 而且, 一般情况下, 四品仙器相当难寻, 不是来自大势力的弟子, 一般的天尊根本不可能拥有。 刷, 罗川与孟长魂几乎是同时反应过来, 爆发出来了惊天气息, 笔直冲向那两件断裂的四品仙器, 动手, 在场所有的修士们, 顿时齐齐惊醒过来, 宛如蝗虫一般, 朝着战场冲去, 各种各样的神通术法, 纷纷打出。 此地尽管只有寥寥几件四品仙器和三品仙器, 但剩下的所有法宝, 几乎都达到了二品仙器的存在, 还有许多二品仙器, 都是保存完好, 如果能够拿下几件, 那完全可以媲美一尊三品仙器。 突然, 整个血红色的战场, 开始微微震战起来, 若有若无的音笑声, 响彻了四面八方, 一道道身形虚幻, 通体漆黑, 四人四腰一般的身影, 齐齐从地面冲出, 伸出利爪, 朝着所有修士们抓去。 猝不及防之下, 不少修士都是惨叫一声, 遭到了重疾。 这是三绝英魂, 一些有见识的天尊强者, 立即认出了这些存在的来历, 脸色当即一变。 这么多三绝英魂, 其余人等, 也是心神巨震, 三绝英魂, 乃是一种由天地形成的特殊生灵, 没有灵智, 及其试杀, 诸多数法都无法伤到他们。 若是几时指三绝英魂, 以他们现在的阵容, 根本可以横推过去, 不必放在心上, 但是眼下却有成千上万只, 像是一只英魂军团一样。 破, 这时, 纳罗川发出了一道如雷般的大鹤。 只见到, 他穿上了一套二品仙气战衣, 浑身金光闪闪, 犹如黄金战神一样, 亦只向前点出, 九个截然不同的古字, 如同爵士法令一样, 打入前方的一群英魂之中, 瞬间将其免杀成为了粉碎。 对, 动用从先帝讲经里面听来的古字, 可以轻易灭掉这些英魂。 诸多天尊修士们, 其其反应过来, 分别打出一记记杀招, 全部都伴随着七至三个古字不等, 横扫那诸多英魂。 有用, 不少人神色大喜, 他们刚才随便一招, 就打灭了好几个英魂, 简直是不费吹灰之力。 秦南见此一幕, 心中不禁觉得更加遗憾, 可惜他与这大眼天惊没有什么缘分, 只是听懂了一个古字而已。 这些古字们在玄机中妙用无穷, 他获得的较少, 以后的难度肯定要打出不少。 算了, 好歹有一个, 要是一个都没有, 那就麻烦大了, 秦南摇了摇头, 心中回想起他看到的那个仙字, 也准备出手。 就在这一瞬间, 秦南的心中, 悟得响起了一道钟声。 只见到, 无数道的仙光, 不知从何而来, 于他是海深处汇聚起来, 竟然凝成了一个四虚四实的仙字。 秦南神色一愣, 随后就感觉到, 这一个仙字, 仿佛由一位爵士先帝书写而下, 那一撇一捺, 都具备了爵士天威, 哪怕是他都感受到了一股莫大压迫之感。 嗯, 这个仙字, 莫非与其他古字不同, 也有什么玄机。 秦南心中一动, 仔细回想起来, 这仙字也是十大仙帝共同讲出的第一个字, 还未特殊。 秦南心中稍稍振奋, 立刻散发出心神, 开始勾动这个仙字, 准备试试他的威力。 然而, 他没有料到, 那仙字降下一缕缕纯净仙光, 如同游龙一般, 没入了他的双眼之中。 怎么回事, 秦南心中一跳, 随后就发觉, 他的双眼没有任何变化, 同力也没有增长丝毫, 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正当秦南疑惑之时, 他陡然看到一位离他不足三里的修士, 施展出来的三个古字, 仿佛在他的眼中放大了促十倍, 那一偏移那一勾一点, 都变得极为清晰, 里面所蕴含的各种玄妙与意义, 也都莫名浮现在了秦南的脑海。 只是这么一眼, 秦南就感觉自己记住了这三个古字, 可以将它们给打出, 可以将它们给领悟掌握。 秦南心神大振, 若真是如此的话, 天哥, 我古字不够, 可否三物其他人的古字? 秦南强压住心中的情绪, 迅速对着体内的仙光传音。 小只啊, 你就不要胡思乱想了, 这些古字只能从先帝讲法里面三物, 从别人那里是三物不了的。 甚至, 离开大眼世界山之后, 就再也施展不出来。 天极榜之灵语众心肠道, 嘿嘿, 不就只是领悟了一个字吗? 没事, 以后需要用到古字, 只要你之一生, 我就来帮你呀。 纪玄的义洋洋道, 第2510章一并同行, 秦南直接无视了纪玄的话, 心中不由得一阵激动。 他真的没有料到, 这一个仙字, 竟然有如此玄妙的能力。 这也就是说, 他若观摩的修饰够多, 岂不是可以将所有的古字掌握到手? 甚至将十大先帝讲解的大眼天经, 给掌握到手。 那可是大眼天经, 乃是大眼天宗这尊古老大势力的至高无上的法门。 冷静, 冷静, 秦南清吸了口气, 开始仔细观摩那位修饰的三格古字。 每一个古字, 都仿佛是大到演化出来一样, 具备了无穷无尽的玄妙。 其实, 就算是以秦南那变态到无法形容的武道天赋, 也不可能迅速看透, 但是在这仙字的奇妙之力作用之下, 他仿佛一眼就洞穿了这三格古字的所有奥妙, 不到二十席, 他便彻底掌握。 也在这一刻, 又有一道道仙光, 不知从何处而来, 于那一个仙字旁边, 凝聚成为了秦南刚刚掌握的三格古字。 只不过, 这三格古字的大小, 不足仙字的十分之一, 围绕在仙字的旁边。 真的可以, 秦南心中砰砰直跳, 看看其他人的古字, 秦南目光一移, 落在了那位距离他十里多的修饰身上。 嗯, 秦南眉头为皱, 方才的感觉, 这一次并没有出现。 怎么回事, 难道只能用一次, 还是说, 刚才离这位修饰较近, 才能够将古字看清? 距离较远的话, 就无法看清了。 秦南想到了一种可能, 肾行立马一动, 避开了一尊尊三绝阴魂, 贴近了那位修饰。 果不其然, 当他离这位修饰只有三里的时候, 这位修饰掌握的四个古字, 陡然在他眼力放大了促十倍, 变得无比清晰。 好, 秦南心中赞叹一声, 迅速领悟, 整片战场之上, 轰鸣之音, 不断响起, 若川与孟长魂也是站在了一起, 荡开了金氏钢器, 都想要将两件残破的四品仙器给拿下。 至于秦南的话, 发掘仙字妙用之后, 心思完全不在这些法宝上面了, 而是如同三绝阴魂一样, 向着一位为修饰靠近。 不同的古字之间, 有着不同的威能, 并不是都一样, 这些人领悟的古字, 也有很多都是重叠的, 我靠, 怎么这么多重叠的? 秦南一边领悟掌握的过程, 也在观察着种种。 随着时间一点一滴的流逝, 秦南这样怪异的举动, 也渐渐被人发觉, 我靠, 这人有病吧, 刚刚突然靠近我, 吓了我一跳, 还以为要对我出手。 这家伙也吓了我一跳, 怎么回事, 他怎么一下子靠近那位道友, 又靠近其他道友。 他法宝也不巧, 到底想做什么? 不仅如此, 当秦南靠近一位身穿红衣的天真巅峰级的女子之时, 此女勃然大怒, 滚, 离我远一点。 此女悍然出手, 一拳朝着秦南打去, 他看着秦南那些怪异的举动, 俨然把秦南当成了一个变态。 秦南身形一晃, 立过这一招, 吴语道, 我对你并无恶意, 为何要对我出手? 而且, 你的全部都是重叠的。 他转身就走, 悄然飞向下一个人, 彼此更加气恼, 他虽然听不懂秦南那一句重叠的是什么意思, 但是他能够感受到他被这个变态给鄙视了。 战场之中, 秀仁与红颜尊者等人站在罗川的不远处, 施法杀敌, 争夺宝物。 他恰好看到了这一幕, 眼底的鄙夷之色更浓, 哼, 蛮夷就是蛮夷, 形式举止都令人恶心。 秦南却没有察觉到他的目光, 他身形不断闪动, 已经看完了将近二十位修士的古字, 他是海里的古字, 也达到了二十五个。 希望罗川和孟长魂的古字都不一样。 秦南视线一动, 看向了那两个大战一起的身影。 在他的视线里面, 也正好有了秀仁与红颜尊者等人的身影。 这蛮夷要朝着我们诡异地靠来了, 秀仁翘脸瞬间冰冷下来, 眼底出现了厌恶之色。 就在此时, 战场的前方, 忽然响起了轰隆一声巨响, 一团红色的大雾炸开, 竟是出现了一扇若有若无的古门, 里面传来了一丝淡淡的威压。 罗川一击打出, 身形迅速后退, 道, 梦道友, 不如你我一人一剑, 然后携手再探古神之木如何。 孟长魂哼了一声, 道, 那就暂且饶你一次。 两人取走古剑于小塔, 身形齐齐朝着古门冲去。 秦南见状, 紧随其后, 入门, 真正的重宝, 肯定还在里面。 其他修士们, 也都反映过来, 罗川与孟长魂等人, 率先踏入了古门之中, 消失不见。 大概隔了一席, 秦南也进入了这古门里面。 秦南立刻见到, 在他们的面前, 出现了足足九十九条漆黑的大道, 没入前方的黑雾之中, 不知通往了何处。 罗川和孟长魂见状, 立即分别取出了不同的法宝, 催动起来, 进行推演。 两人的心底, 都分别有了好几个答案, 甚至开始沟通, 进行抉择。 不愧是大势力的天才, 各种法宝, 准备充分。 秦南心中暗道, 忽然, 他是海里的仙字为颤, 释放出来了一缕仙气, 对准了第十三条古道的方向。 嗯, 仙字还能指路, 秦南神色为争, 这个时候, 罗川和孟长魂在推演出来的五条路中, 抉择了一条路, 恰好就是第十三条古道, 立即飞了过去。 这仙字当真是妙用无穷啊, 秦南心里不禁暗道, 抬头一看, 眼睛顿时一亮。 他没有料到, 这几人恰好选择了第十三条道。 如此一来的话, 后面倒是有机会观这几人的古字了。 秦南身形一晃, 紧随其后, 踏入古道。 哼, 我就知道, 前方一群人之中, 那个名叫秀儿的少女, 回头看着他, 激凤道, 你这个蛮夷, 倒还算是聪明, 知道跟着我们走。 第2511章七品仙气, 同言尊者神色为变, 贺道, 秀人, 怎么说话呢? 秀人完全不惧他, 冷笑道, 长老, 难道我说错了吗? 你可以问问这个蛮夷, 看看他到底是为何选择了这条道。 同言尊者神色有些尴尬, 在他看来秦南选择了这条道, 也的确是蹭了罗川和孟长魂的手段。 罗川瞥了一眼秦南, 淡淡笑道, 秀人, 不要胡说, 既然灵道有与我们一起了, 那就一起吧。 孟长魂一言不发, 以他的神念, 早就感知到秦南跟在了他们的后面, 但是他压根不放在心上, 在他的眼里, 也就这真阳仙宫的罗川, 勉强有资格做他的对手。 一行人向前穿梭, 几乎不到两席就没入了黑雾之中, 身影消失不见, 后方到来的修士们, 见到了此行此景, 瞬间心里骂了一声晦气, 竟然未能蹭到两位天才的手段。 古道并不是很长, 罗川梦长魂一行人前进了大概迁徙时间, 前面就出现了光亮, 那古若有若无的威压, 也变得更加厚重, 让一行人都遭到了一股无形的压迫。 先前秦南与红颜尊者的交谈之中, 已经得知了古神所处的境界。 古神乃是一种诸天世界中的称谓, 并不是具体的境界, 但大致就在无上天尊以及无上天尊之上, 并还没有达到可以行走诸天万界的地步。 眼前的这位古神, 应该是昔日大眼天宗的弟子, 只是他的大幕为何能葬在大眼世界山之上, 为何如今才现世, 那就不得而知了。 很快, 众人穿过光亮, 纷纷落在了地面, 抬头看去, 秀人发出了一声惊呼, 罗川、孟长魂等人的脸上, 都是面露金融。 现在的他们, 处于一个幽暗的宫殿里面, 前方悬浮着一具棺果, 那惊人的威压, 正是从里面释放而出, 让人感觉窒息。 除此之外, 在棺果的旁边, 还悬浮着一把绿色的古剑, 以及一本石书, 还有着一个石坛, 里面飘荡着阴晕仙气。 这竟然是一把完整无缺的七品仙气。 罗川的声音, 都是唯唯颤抖, 七品仙气, 秦南心神也是一阵, 仔细观察, 果不其然, 那剑身上游走着七道不同的仙光, 让人感觉无比锋锐, 像是可以斩尽天下的一切。 只不过, 这把剑应该是被一股庞大的力量给封尽了, 所以才未展现出属于七品仙气的威势, 以至于秦南刚才都未发觉。 吼, 突然, 一道沉闷的吼声, 从大殿深处响了起来。 一头生有三颗龙头, 浑身鳞片泛着寒光, 力气森然的大腰, 从里面一步步走了出来, 那一双嗜血的眼眸, 紧紧盯着秦南一行人, 充满了杀气。 在这头大腰的身后, 还分别有一头浑身红毛, 生有两丈之高的腰圆, 以及一头背负骨壳, 獠牙森然的巨龟。 这两头大腰, 虽然远远比不上龙头大腰, 但是气势也是相当恐怖, 如鸢如虹。 这是三头虎蛟龙, 还有红鬼圆, 天魔龟。 红颜尊者脸色率先一变, 一连退后粗步, 道这都是上古一种, 体内具备了非常古老的血统, 无比的强大, 一般的天尊根本不是对手。 旧人等人都被这煞气所设, 心生含义。 即便是罗川和孟长魂, 脸色也都凝重起来。 不用怕, 虽然这是三头上古一种, 但是我们掌握有古字, 应该可以克制他们。 我们连起手来, 定然可以将它给击溃。 罗川低声喝道, 眼前那可是七品仙气, 无论如何也都要放手一搏。 没错, 一起动手吧。 孟长魂眼中光芒一闪, 当即施展出来了一门神通, 一拳轰出, 足足促使头古龙虚影, 同时咆哮而起, 每一头古龙的身上, 都缠绕着一个格古字。 吼, 三头太古一种奇奇咆哮, 立即向前冲来, 打出了可怕妖术。 轰轰轰, 一场大战, 顿时爆发, 整个大殿, 都随之嗡嗡震动起来。 好机会, 秦南眼睛一亮, 立即观摩着众人施展的古字。 这罗川与孟长魂果然不一样, 得到的大部分的古字, 都没有重叠, 秦南心中念头一闪, 看来他先前的猜想是对的, 天赋更强大的人, 得到的古字越多, 也越是不凡。 只是不知道有没有人像我一样, 得到了位列第一的仙次。 秦南心中暗道, 殿中大战正在继续, 正如罗川所说一样, 加持了古字之后, 他们对这三头上古一种的伤害更大了。 这三头太古一种的肉身, 本是极端强横, 根本非一般天尊能商, 但是现在他们一级下去, 就可以在他们身上留下血痕。 即便如此, 他们也只是和三头太古一种打成了平手, 稍稍占据上风。 李这个蛮蟻, 你怎么还不出手, 李难道是想看着我们和太古一种斗的两败俱伤, 你好坐收鱼翁之力吗? 那个名叫秀儿的少女, 发觉秦南直勾勾地看着他们之后, 心中顿时火大, 忍不住历生喝道。 林道友, 你这样未免就太过了, 罗川语气为冷, 呃,秦南这才反应过来, 刚准备说他对这七品仙气没什么兴趣之时, 大殿中突然在起变化。 只见到, 那静而不动的棺果, 忽然泛起了一道道红光, 像是水流一般, 没入了三头太古一种的体内。 三头太古一种受到的伤势, 立即恢复如初, 不止如此, 他们的体型, 更是急剧膨胀起来, 双眼中的红光, 变得越来越璀璨。 结结结, 三头太古一种同时发出了圣人的笑声, 看向罗川等人的目光, 就像是看着一群死人一样。 不好, 罗川等人的脸色, 灯石大变, 他们能够感受到, 这三头太古一种的气势, 正在不断地向上攀升, 让他们感受了一种莫大的危险。 快退, 罗川, 梦长魂几乎都是当机立断, 改变主意。 气挺仙气虽是金氏宝物, 但那也得有命享用才是。 然而, 他们都还不及退出去, 那棺果中忽然爆发出来了一道更为璀璨的红光, 直接打在了他们的身后, 将他们的后路给直接封死。 罗川, 梦长魂一行人, 瞬间如坠冰枯, 身心发寒。 第2512章秦南出手。 很显然, 这是一个必杀之局, 而且, 这不局之人, 非常了解人性, 先让三头不强不弱的太古一种, 降低了他们的戒备心理, 然后一举将他们给围困。 吼, 三头太古一种再度杀来, 那扑天盖地的妖气, 像是滔滔大海一般, 冲击在了众人身上, 三门强大的妖术, 化为了三道冰冷的杀鸡, 宛如死神之刀一样, 要彻底带走他们的生命。 三阳天剑爵, 九幽冥燕, 罗川, 梦长魂等人顿时反应过来, 施展出强大手段, 前者祭出一把四品仙剑, 斩出无数的剑气, 后者眉心印记光芒大战, 涌出无数火焰。 其余人等在这生死关头, 也都打出了压箱底的手段。 事已至此, 他们只有奋力搏杀, 才能夺得一线生机。 轰轰轰, 然而, 三头太古一种得到的加持, 远远超过了众人的想象, 纵然众人有着骨子加持, 但他们依旧如同无敌妖尊一样, 仅仅凭借着肉身, 就将他们的剑气撕碎, 活海斩灭, 以无穷妖艺, 强势镇压各个仙气。 忽然, 三头虎蛟龙张开大口, 喷出三道妖神仙光。 罗川和孟长魂等人同仁萎缩, 但是这妖神仙光来得太快了, 根本来不及躲闪, 只能选择硬抗。 轰, 一声俱响, 刚风席卷, 为首的罗川和孟长魂, 都遭到了重疾, 连连倒退, 嘴角溢出了一缕鲜血, 脸色也隐隐有些发白。 其他人见此一幕, 心中都是寒气直冒, 尤其是那得名为秀儿的少女, 脸色更是一片苍白, 毫无血色。 这三头太古一种太恐怖了, 在他心中堪比神人般的罗川大哥都无法抵挡, 那他们又怎能挡得住? 一极显微之后, 三头太古一种气势在涨, 继续施展出来了强大妖术, 杀向了众人。 在这一刻, 整座大殿都犯起了微弱鸿芒, 竟是有骨无形的大势, 开始加持在了三头太古一种的身上, 使得他们的身形, 犹如山岳一般, 仿佛可以吞天吐月。 不好, 罗川和孟长魂等人都是脸色巨变, 这样的情况, 他们还怎样去抵挡? 就在这千钧一法之际, 三道璀璨的刀光, 像是跨越了无穷虚空而来, 直接将三头太古一种的妖术, 给斩成了一片粉碎, 那残留的刀翼, 更是继续冲向三头太古一种。 吼, 三头太古一种都感受到了一股巨大的压力, 咆哮连连, 挥掌打去。 这是, 罗川和孟长魂等人, 神色无不一争。 这是谁在出手, 竟然可以硬撼三头太古一种, 刷, 随后他们就见到, 一道人影冲天而起, 犹如绝代神王一般, 释放着滔天气势, 直接打出了三种不同的神通, 分别攻向了三头太古一种。 是你, 罗川和孟长魂等人, 尤其是那位名叫秀儿的女子, 都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此人不是想躲在他们的身后, 等他们两败俱伤, 然后再占便宜的无耻之徒吗? 如今竟然自己冲上去了, 就在这电光火石之间, 秦南在一次出手, 一拳当空轰下, 宿门不同的神通, 同时爆发出来。 不止如此, 足足有着三十二个不同的古字, 缠绕在那一门门神通之上。 原本那无比凶悍的三头太古一种, 这一刻仿佛遇到了天敌一样, 庞大的身躯剧烈站立起来。 在他们的眼中, 秦南施展出来的这三门神通, 犹如一位神奇降下的无尽神法一样, 蕴含了催枯拉朽的威能。 吼, 围击关头, 这三头太古一种, 都彻底爆发出来了体内全部的力量, 施展出来了自己的本命妖术, 冲天而起。 轰轰轰, 惊人的一幕出现了, 这三头太古一种, 仿佛失去了所有的凶威一样, 变得不堪一击, 竟然只是照面之间, 就被那磅薄的力量, 给直接碾杀成为了漫天血雾, 激荡向了四方。 秦南见此情形, 脸色都是一呆, 竟然, 直接秒杀了, 这三头太古一兽的力量, 即便我施展出全力, 恐怕也只能勉强将他们给击溃。 没想到, 在融入骨子之后, 对他们竟然有如此之大的杀伤力。 秦南反应过来, 心中振奋不已, 还有很关键的一点, 他刚才出手之时, 他并未催动仙次。 因为在秦南看来, 催动剩下的三十二个骨子, 那应该就绰绰有余, 完全没必要动用仙次。 倘若他加上仙次, 那将是何等的光景? 恐怕弹指之间, 就可以灭掉这三头太古一种吧。 此时此刻, 整个大殿, 陷入了一片死疾之中。 怎么可能, 这怎么可能, 他不是一个蛮夷吗? 他怎么会, 众人之中, 秀人彻底失神? 这真的是他完全瞧不起的蛮夷吗? 即便是他心中宛如神人一样的罗川大哥, 也根本无法与眼前此人相比啊。 三十二个骨子, 他竟然从先帝讲法之中, 掌握了足足三十二个骨子。 罗川和孟长魂两人心中剧烈震动, 满脸震撼, 不敢置信。 掌握三十二个骨子, 这是什么概念啊? 恐怕真离公子, 燕丹青那些万界榜榜上有名的天才们, 都有很大的可能, 没有掌握足足三十二个骨子。 这哪里是什么蛮夷啊? 分明是一位绝顶天才。 众人之中, 弘颜尊者最先回过神来, 神情略带激动, 道, 小友, 你葬得太深了啊, 没想到小友你竟是一位绝顶天才, 一招秒杀三头太古一种。 秦南回过头, 笑道, 前辈, 我可不是什么绝顶天才, 我也没有想到这些骨子对于妖兽的压制, 竟然如此之大。 弘颜尊者感叹道, 小友, 你就别谦虚了, 掌握了足足三十二个骨子, 那可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 这个时候, 梦长魂也反应过来, 走上前来, 郑重拱手道, 多谢道友救命之恩。 罗川也是连忙行礼, 道, 没想到林道友, 才是真正的天才人物啊。 在下先前有眼不是泰山, 多有怠慢, 还望林道友误怪。 相比较之前, 他们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第2513章无情之人, 尽管诸天万戒比大上戒不知道强大了多少倍, 但是有许多东西, 依然是相通的。 弘颜尊者扭头, 看向了脸色愈发苍白的秀人, 贺道, 秀人, 还不过来感谢你的林大哥。 倘若不是他出手, 今天我们都得死在这里。 他表面上虽然很严厉, 但内心还是很畅快的, 一直以来秀儿都有点视力, 他历次劝说他人不能貌相, 但是他一直不听。 如今, 应该能明白了吧, 救人郊躯为颤, 心中的情绪, 简直无法用言语形容。 前辈, 不必了, 秦南笑着摆手, 道, 诸位道友, 你们也不必如此, 我们一同前来, 遇到麻烦当然是要互助的。 说完之后, 秦南走上前去, 将那七品仙器拿入手中, 32个鼓子释放开来, 强行将上面的封印, 全部都给抹除。 翁, 整把骨剑顿时像是发生了大蜕变一样, 爆发出来了一道惊人的剑意, 璀璨的绿光, 更是照耀了整个大殿。 所有人的心中, 都莫名生出了一丝寒意, 有一种即将被斩的感觉。 七品仙器, 果然不凡, 秦南也不禁赞叹, 有这样的仙器在手, 那完全可以轻松碾压同境界的存在。 罗川和孟长魂的眼底, 都露出了一丝异色。 不过, 他们并不敢乱来, 秦南没有施展骨子之前, 就可以硬汉三头太古一种, 足以见得秦南的实力, 已经超过了他们。 秦南很有可能是达到了 弑地境界的强大天尊。 而且, 秦南要是催动骨子的话, 尽管对他们没有太大的压制, 但多少还是会有一些, 他们更加不是对手。 秦南目光看向石驰, 石中有着淡青色的池水, 每一滴都蕴含了非常精纯的力量, 属于一种价值不错的天才地宝。 至于那没预解, 应该是这位古神留下的功法之类的。 突然, 秦南是海里的仙子, 泛起了一道红色的光芒, 秦南立刻感觉到, 离他不远处的棺果之上, 那一浮浮沉寂的土岸, 都彻底复苏, 开始绽放光芒。 棺果有变, 所有人的目光, 都朝着棺果看去, 身心戒备。 紧接着, 棺杆毫无任何征兆地打开了, 一道璀璨的红光, 从里面陡然爆发出来, 以着无比惊人的速度, 笼罩在了秦南的身上。 嗯, 这是什么? 秦南心中为惊, 正准备施展大同天爵, 就见道士海中的仙子, 突然爆发出来了一股强大的犀利, 将这些红光全部吸入其中。 林老弟, 在其他人的眼中, 根本不知道秦南体内的变化, 只觉得秦南遭到了棺果的袭击。 那红颜尊者的脸色, 当即一变, 施展神通, 朝着秦南抓去。 红光一颤, 释放出来了一股庞大的力量, 直接将神通给震成了粉碎。 不好, 红颜尊者的脸色, 当即变得难看起来, 通过刚才的出手, 他已经感知到这红光里面, 蕴含了一股非常强大的无形力量, 根本不是他能够招惹的。 该怎么办? 红颜尊者心如乱麻, 脑海中涌出各种解救之法。 就在这时, 他默然看到, 有着两道身影, 几乎同时朝着秦南冲了过去。 这正是罗川与孟长魂, 你们要做什么? 红颜尊者脸色一变, 力声喝道, 声若雷霆。 灵道友遭到古神之关打击, 多半活不了了。 红颜长老, 你们速速来助我, 把孟长魂给拦下来。 取走了这七品仙气之后, 我们就立刻离开此地。 罗川开口喝道, 一边对秦南出手, 一边对孟长魂出手。 休想, 孟长魂身形紧绷, 施展种种手段, 与他碰撞在一起。 红颜尊者见此情形, 心头不由得一目, 道, 罗川, 孟长魂, 你们两个未免也太过分了。 刚才若不是灵道友出手, 你们早就死在妖兽之下了。 如今你们不想着怎么救他, 反而只想着夺宝。 罗川冷笑一声, 道, 红颜长老, 别给我添真了。 遭到古神之墓袭击, 灵道友怎么可能还活得下去? 我们就与不救, 根本没什么区别。 长老, 别愣着了, 速速拦住孟长魂, 等拿下这七品仙器之后, 我给你们一件五品仙器, 还传你们真阳先公的修行之法。 红颜尊者身边的其他几人, 都是忍不住发出了一声惊呼。 五品仙器, 真阳先公的修行之法, 这可是一笔惊人的财富啊。 尤其是那修行之法, 他们若是拥有之后, 必定可以达到更高的境界, 战力也会提升不少。 秀儿的眼中, 则是露出了一抹茫然, 这是他一直敬仰的罗川大哥吗? 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来? 罗川, 我可不是你这等无耻妄义之人, 要想取走林小友的仙器, 你们就先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 红颜尊者犹如怒目金刚, 爆发出了庞大的气势, 竟然直接打出了一道神通, 朝着两位天才级的人物攻去。 李居然要拦住我, 罗川都有点不敢相信, 这老家伙是疯了吗? 罗道友, 你我联手, 七品掀起我们平分。 梦长魂见状, 心头不由得一喜, 没想到会有红颜尊者如此傻的人, 当即传去一道神念。 好, 两人几乎是在瞬息之间, 就已经达成了交易, 分别向后退了猝步, 都不再对敌一起, 目光齐齐看向了红颜尊者。 红颜, 念在那么一点交情的份上, 我今天便饶你一命。 罗川冷喝一声, 打出无数剑气, 梦长魂也是一拳打出, 明艳席卷。 虽说不杀红颜尊者, 但是他们也要一及将红颜尊者 给重创。 红颜尊者脸色一变, 不然他气势很足, 但他远远不是这两人的对手。 可恨啊, 要是让领导有知道你们两人的嘴脸, 绝对不会放过你们。 红颜尊者低声吼道, 他永远也不会知道了, 罗川和梦长魂都是冷笑一声, 完全不放在心上, 在他们的眼底, 秦南就等于是一个死人。 是吗? 忽然, 一道淡淡的声音, 响在了两人的耳边。 第2514张大衍圣殿, 一道恐怖的气势, 在两人背后冲天而起, 就仿佛有一头太古一种之王, 开始苏醒了过来, 令得两人心中瞬间泛起了无数含义。 竟然没死, 罗川和梦长魂身心俱阵, 他们几乎没有任何的犹豫, 就做出了一个决定。 逃, 两人齐齐大吼一声, 施展出来了保命手段, 化作了两道璀璨之光, 朝着宫殿门口冲去。 在我面前还想逃, 秦南冷冷一笑, 大同天爵等等问道之法, 齐齐运转起来。 本源之手, 罗川和梦长魂勃然变色, 只感觉好像后方的整片天地, 都化为了一尊无上大手, 朝着他们抓来。 天地要请他们, 他们如何反抗, 给我破, 死亡气息之下, 两人都记出了体内最强的仙气, 打出了最强的神通, 与之对抗。 持光倒流, 秦南忽而屈指一谈, 两人所做的动作, 重返一席之前。 嗯, 罗川和梦长魂心中都生出了一种怪异的感觉, 但是根本容不得他们大想, 面对眼前这恐怖大手, 他们在欲打出仙气, 打出神通。 斩, 然而, 他们所要做的一切, 早已被秦南给彻底洞悉。 秦南大手一拍, 本源之力所画的两道绝世刀光, 立刻以着催枯拉朽之势, 斩在了两人的身上。 啊, 两人勉强施展手段挡住, 但是依然遭到了重创, 浑身鲜血淋零。 林道友, 我错了, 还请手下留情, 不然的话, 到时候真阳先攻, 罗川和梦长魂都是彻底怕了, 立马开口求饶。 哄, 但是, 回应他们的只有无比霸道的一拳, 犹如苍龙般的尽力, 毫不留情地冲击在了他们的身上。 这两位天才级的人物, 立刻被格杀, 没有了生机。 殿中剩余之人, 见此一幕, 心中都是寒气直冒, 他们万万未曾想到, 这样的两位人物, 竟然就这样被杀死了。 杀得好, 这些无耻无义之徒, 就该死掉。 同言尊者呸了一声, 然后急忙看向秦南, 道, 林老弟, 你没事吧? 秦南摇了摇头, 道, 前辈, 你不必担心, 这些红光并未伤害我。 秦南没有说假话, 棺果中所冲起的红光, 对他根本没有任何恶意, 全部都被仙字给吸尽了。 现在他是海内的仙字, 已经镀上了一层淡淡的红色, 显得越发威严神秘。 只不过, 罗川和孟长魂物以为他遭到了镇压, 眨眼间就翻脸。 前辈, 多谢你刚才出手相助, 这没预见还有这的石池, 就当作在下的谢礼了。 秦南屈指一谈, 将预见和石池打去。 这, 这如何使得? 红颜尊者吓了一跳, 预见中有功法, 乃是古神掌握的功法, 非同小可, 价值巨大。 前辈, 你若当我是朋友, 你就别跟我客气了。 秦南笑着说道, 秦南非常敬佩红颜尊者的为人, 要不是这七品仙器他还有用的话, 恐怕都会一并送给红颜尊者。 这, 好吧, 那我就不跟老弟客气了。 红颜尊者犹豫了一下, 最终还是收了下来, 喜笑颜开。 这口棺果有点古怪, 秦南开口说道, 视线落在了棺果之上, 细细打亮。 这毕竟是葬着古神的墓, 他若要打开的话, 必须得小心谨慎。 应该没什么问题, 秦南自语一声, 施展出32个骨字, 围绕着周身, 然后伸手向着棺盖抓去。 红颜尊者等人, 都是探头看来, 心里非常好奇。 秦南非常轻松地就将棺盖打开了, 并未没有遇到任何阻碍。 嗯, 没人, 秦南神色一争, 观果中空空如也, 只剩下了一枚泛着淡黄色的玉解。 古神并未葬在此地, 红颜尊者等人同人萎缩, 莫名地感觉到, 整个大殿的温度, 似乎下降了不少, 黑暗中有着神秘之物, 再冷冷地注视着他们。 秦南眉头为咒, 将预见取出, 神念直接探入其中。 一道若有若无的威严之音, 顿时响彻而起, 你能得此预解, 听我之音, 那想必你就是与大眼天经有缘之人。 老夫本为大眼天宗后代, 然而等老夫血脉觉醒之后, 老夫早已成为无上天尊, 错过大眼玄机。 老夫心中不甘, 修得古神之后, 再入玄机之中, 欲成我大眼之法, 再现大眼之光辉。 奈何, 老夫遭遇小人背叛, 隐恨在这茫茫玄机之中, 再无任何机会。 老夫临终之前, 布下此墓, 是为让我大眼妙法, 再现人世。 我留有意图, 道友可凭此图, 前往大眼圣殿。 道友若如老夫所愿, 继承大眼妙法, 愿道友有朝一日, 修得至高境界之后, 可帮老夫展一位名叫龙行云的人, 随后, 行难见到了一张古图。 此图与他见过的都不一样, 上面画下了三个小世界, 相互重叠在一起。 那个大眼圣殿所处的位置, 就在最高的那个小世界之中。 真没有想到, 这位古神竟是大眼天宗的后人, 行难心中暗叹, 玄疾又有些振奋。 这大眼天宗, 可是出过十位先帝的恐怖存在。 要是真能够得到大眼传承, 那他必然可以冲击为应天天尊, 甚至是至道天尊。 前辈, 那我便去一世, 行难心里暗道, 然后看向了红颜尊者, 问道, 前辈, 你可知道大眼圣殿。 红颜尊者目录亚裔, 道, 大眼圣殿。 大眼天宗的传承之地, 此地无有所耳闻, 它存在于玄机中第三重山之上。 至于具体存在于什么位置, 这个世间就无人得知了。 传说, 只有有缘之人, 才能寻觅到此此殿, 通过考核, 继承大眼传承。 秦南心中围动, 道, 这第三重山是怎么回事? 莫非在这玄机之中, 还有其他的小世界? 他一直以为, 这次打开的玄机, 就是大眼世界山的山巅, 就是一方小世界, 现在种种线索看来, 想必不是了。 鸿颜尊者笑道, 老弟, 你可真是的, 这么多天也没把这些消息打听清楚。 你是否还记得, 当初你降临在大眼世界山山腰之时, 发现并不是存在于一个山腰之上, 而像是处于一个小世界? 这就是大眼世界山的玄庙所在, 此山可被看成十八个部分, 从山脚一直到山巅, 每一个部分, 都是一个小世界。 这山巅之处, 正好就是三个小世界。 我们常说的灯山, 放在大眼世界山上, 其实就是灯界。 曾经大眼世界山中, 环流传着一句妙语, 里面似乎藏有大秘密, 叫做一部一世界, 十八新路开。 第2515章坑人的身影, 秦南心中一动, 道, 前辈, 那你是否知道, 如何进入其他的小世界里面? 是否打破天穷的屏障, 那就可以了。 鸿颜尊者哑然失笑, 道, 那可不行, 先不说你能否打破这些小世界的天穷, 万一你真的办到了, 那你也只会流入无穷虚空之中。 其实, 当年大眼天宗之人, 早在将大眼世界山化为十八的小世界之时, 就已经做好了准备。 每一个小世界中, 都存在着999个灯仙台。 通过此台, 就可以进入到下一个小世界里面。 不过, 鸿颜尊者四世想起了什么? 眉头为皱, 道, 林小友, 你实话告诉我, 你是不是从这股神官国里面得到了什么? 你想要去大眼圣殿, 旧人与其他几人, 都是老老实实站在一旁, 没有出声。 刚才那片刻的变故, 已经彻底把他们给镇住了, 现在他们的心中, 对秦南只有着敬畏之心。 秦南没有隐瞒, 点头承认, 鸿颜尊者说道, 林小友, 我虽然对大眼圣殿所处的那个小世界, 不是特别的了解。 但是我听说过, 一般只有诸天万界最顶尖的天才, 才会进入那里面。 群长的人若是去了, 基本是九死一生, 就譬如, 我们这次玄机打开, 所有进入玄机中的修士, 基本都是在第一重山和第二重山, 不会进入第三重山。 鸿颜尊者说道这里, 顿了顿, 略有深意道, 只有像真黎公子, 燕丹青那等级别的天才们, 才会考虑进入第三重山里面。 秦南点了点头, 道, 前辈,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我若前往第三重山寻觅大眼圣殿的话, 并会万分小心。 鸿颜尊者微微汗手, 从储物袋中取出了一枚蛋白色, 的预解, 道, 此语之中, 记载的乃是这玄机里面第一重山和第二重山的灯仙台的位置, 到时候可以让你节约很多时间。 秦南谢过, 两人又谈了一会, 秦南这才飘然离去。 秦南心里已经打定了主意, 所以就将此事告知给了天极榜之灵等人。 小哥, 我就不去了, 我发现了一位高人, 我正缠着他传我无上推演之术呢。 既选语气中有些得意, 我这边遇到了一个很大的传承之地, 暂时可能也离开不了。 龙若天尊摇头, 嘖嘖, 小子, 你可以啊, 天极榜之灵赞叹道, 没想到你随便进葛木, 就能知晓大眼圣殿所处的位置。 已知不知道, 现在诸多大势力的天才人物, 都为了大眼圣殿所处的位置, 绞尽脑汁, 使出各种手段。 秦楠翻了翻白眼, 道, 天哥, 你就别废话这么多, 你要去就一起, 不去就拉倒。 天极榜之灵清横一声, 道, 你小子现在翅膀硬了, 竟然敢这么跟我说话, 小心我等回到大上界镇压你, 而且, 既然知道了此殿的位置, 能够不去吗? 刚才我还搞到了一块大眼圣殿的信物呢。 信物, 什么信物, 见面了给你看, 秦楠与天极榜之灵约定好在一处西边的灯仙台见面之后, 立刻化作了一道绝世鸿芒, 没入了天穷之中, 也不知道还能不能再找到那的坑货, 秦楠心里想着, 嘴角泛起了魔冷笑, 若是让他遇到了, 并不会让他好过, 此时, 这第一重山第二重山, 都已陷入漫天的战火之中, 各种交锋, 随处可见, 各种各样的天才地宝, 也是多得令人惊叹。 秦楠距离那约定之地没有多远之时, 他就看到了在天穷之中, 悬浮着一座无比古老的城池, 闪烁各种仙光, 城中间之处, 更是有着一道太古异象, 上下不断沉浮。 四面八方有着足足五六十位修士们, 都施展出来了各种各样的手段, 在城中不断交手, 戏使惊天。 这城中有着惊世传承, 秦楠仔细感受了一下, 就察觉到在那城中深处, 阵风着一股无比磅薄的气息, 一旦释放出来的话, 那必然是惊天动地。 算了, 还是先赶往大衍圣殿吧。 秦楠摇了摇头, 打消了餐盒的主意, 突然, 他眼角的余光, 看到一名清秀少年, 背着三把骨剑, 正鬼鬼祟祟的在巨大的城门口不断地转悠。 秦楠瞬间瞪大眼睛, 这不正是那的坑货吗? 秦楠立刻身形一晃, 转头朝着城门口飞去。 什么人, 清秀少年察觉自己被一股气机锁定, 抬头看去。 哦, 这才这么快, 就把你的灵老弟给忘记了。 秦楠咬牙切迟道, 你这大哥怎么当的? 清秀少年满脸茫然, 道, 你在说什么呢? 我根本不认识你啊。 秦楠冷笑一声, 道, 得, 现在都开始装作不认识了。 行, 既然这样, 那我没什么好说的了, 告辞。 秦楠取出了那七品仙气, 拿在手中, 转身便走。 清秀少年眼睛瞬间看直了, 急忙闪身拉住的秦楠手臂, 道, 我靠。 我想起来了, 这不是灵老弟吗? 你当时去哪里了? 我四处找你都找不到你的人。 秦楠脑门一黑, 道, 你还能再无耻点吗? 清秀少年信信一笑, 道, 那个, 当时不是情况危急吗? 我就来不及跟你多说, 只好一个人先行离开了。 说着, 他眼睛又直勾勾地盯着秦楠的手中之剑, 咽了口口水, 道, 此剑, 秦楠淡淡道, 想要吗? 清秀少年猛地点头, 给谁也不会给你, 秦楠冷笑道, 你坑了诸多天才, 却让我来背黑锅, 还把我丢下一个人跑了。 你觉得我还会给你吗? 清秀少年完全不觉得尴尬, 义正言辞道, 老弟, 昔日之事, 完全是种种误会造成的。 这样, 现在我给你一份天大的造化, 你再把这仙剑给我如何? 第2516章 携手而行, 秦楠不动声色, 问道, 什么大造化? 清秀少年身手一指不远处的维俄大门, 神秘兮兮兮道, 你想必知道大眼圣殿吧? 传说在此殿之中, 不但有着大眼天宗的无上传承, 还有着十大先帝的传承, 甚至还有这大眼世界山埋藏的无上之秘, 秦楠心中一动, 如此看来, 这大眼圣殿比他想象之中, 还要非同反响。 所以呢, 秦楠问道, 我以前得到过一个古老信物, 根据此物记载的信息, 眼前这座仙城内, 就有着大眼圣殿所处位置的残缺地图。 清秀少年激动道, 只要得到这块残缺地图, 再找到剩下的残缺地图, 那就可以知道大眼圣殿具体所处的位置了。 到时候, 你的殿中无上传承, 成为应天敬天尊岂不是轻而易举。 甚至有可能冲击至道敬天尊, 你说, 这个造化大不大, 秦楠文言直接没忍住就笑了出来。 清秀少年吴语道, 你笑什么啊, 我这真不是在骗你啊, 此地真的有, 秦楠没等他说完, 就白手打断, 道, 我相信你所说的是真的, 只不过不好意思, 我前不久进入了一个古神之墓。 这位古神乃是大眼天宗的后人, 我正好就从他那里得到了大眼圣殿的地图。 而且, 还是完整的, 最后三个字, 秦楠故意加重了语气。 我靠, 李真有完整地图, 清秀少年瞪大眼睛, 随后愤愤道, 这贼老天真是捉弄人, 我费了这么大的功夫, 也只能取得残途。 结果你在一个小小的古神之墓里面, 竟然得到了完整的。 秦楠没有接他的话茬, 而是抖了抖手中的仙剑, 淡淡道, 你若想要这把剑, 那你就得换一份造化了。 譬如, 你先前曾答应给过我, 让我成为应天静的天尊。 清秀少年脸上堆起笑容, 搓着双手道, 那是当然, 那是当然。 我先前不是答应过你吗, 就算老弟你不给我此剑, 我也应当带你达到应天静。 清秀少年顿了顿, 双眼放光, 道, 你如今有了完整的地图, 正好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我们一起去那大衍圣店, 把店内所有的一切天才地宝都给搬空, 呃, 呸, 我带你去寻找那无上传承, 只要能够拿下, 突破应天静完全不在话下。 秦南冷笑一声, 道, 我怎么感觉我好像亏了呢? 我不但要给你剑, 还得给你看完整的地图。 至于你的话, 只是带我去找那个传承, 我完全可以自己去找啊。 清秀少年神色一集, 刚准备说什么, 远方忽而有一道红光标射而来, 一道美好奇的声音响了起来, 你小子胆人越来越肥了啊。 竟然敢把你天歌亮在那里, 让我好生苦等。 秦南回头一看, 来人正是天极榜之灵。 但是, 与十天前不同, 现在天极榜之灵身着一袭金袍, 整个人散发着一股神秘的气息, 让人感觉不怒自威, 显然他在这段时间, 有了非常大的收获。 嗯, 这小子是谁? 天极榜之灵看向清秀少年, 眉头顿时微微皱起, 他能够感觉到, 在这个少年的体内, 沉积着一股极其神秘的力量, 连他都无法看透。 清秀少年也抬头看向了他, 双眼里闪过了一丝光芒, 立即对着秦南传音道, 老弟, 你这大哥是什么来历? 秦南好奇道, 你感觉出了什么? 清秀少年摇了摇头, 传音道, 现在还不好说, 我也没办法确定。 不过, 要正如我所猜测的一样的话, 你这位天歌必然可以惊艳整个诸天万界。 秦南内心为政, 惊艳整个诸天万界, 虽说他们目前, 无法了解整个诸天万界的武道体系, 但是从他们所得的那一丝丝线索来看, 诸天万界不知超过大上界多少倍。 要想惊艳整个诸天万界, 那将是何等的不凡与逆天? 你猜测的是什么? 秦南立刻问道, 你暂时就不要好奇了, 我现在完全说不准。 清秀少年道, 等到时候我们一起去了大衍圣殿, 就可以去证实了。 到时候, 你便就知道了, 秦南翻了个白眼, 什么时候答应这个家伙一起去大衍圣殿了? 随后, 秦南将这清秀少年的身份, 还有发生的种种事情, 都告诉了天极榜之灵。 虽然吴迪曾经叮嘱过他, 不要让别人得知他的存在, 但是现在已经遇到了, 那就另当别论了。 天极榜之灵眼中光芒为闪, 道, 道友, 名人不说暗话, 我们带你去大衍圣殿, 你能够帮到我们什么? 别来虚的, 来点真实的, 清秀少年黑黑一笑, 道, 我有一些手段, 可以带你们去洗劫大衍圣殿的各种天才地宝。 另外, 光靠你们两个的话, 要想找到大衍圣殿的传承, 那无疑是相当困难, 但是有了我的帮忙, 就至少有五成机会。 秦南和天极榜之灵对视一眼, 成, 既然这样, 那你就跟我们一起过去吧。 天极榜之灵好爽道, 此人乃是未来的清穷之主, 不管怎么说, 那都是相当不凡, 说不定真的可以帮到他们很多。 老弟, 速速把剑给我, 我已经快忍受不了啦。 清秀少年又看向了秦南, 双眼火热地盯着那把长剑, 像是遇到了一位爵士仙女一样。 你先前答应我带我进入应天境, 你放心, 这次包在我身上, 我绝不会坑你。 清秀少年拍了拍胸口, 信誓旦旦道, 最后, 在清秀少年幽怨的目光之下, 秦南还是没有把剑给出去, 等到清秀少年兑现诺言之后, 再给也不迟。 秦南和天极榜之灵也暗暗达成一剑, 这一路下去他们若是不管遇到什么仙剑, 他们都得抢先拿在手里。 随后, 三人通过灯仙台, 进入了第二重山, 没过多久便进入了第三重山。 第2517章无上造化 一, 从灯仙台出来的刹那, 秦南就敏锐地感觉到, 这第三重天的世界, 与第二重天第一重天完全不同, 那无所不在的神秘精纯气息, 要比后两者浓郁了足足十倍之多, 而且在虚空之中, 还存在昭树石谷极为古老的 意志。 秦南抬头看去, 天空依然是那幅瑰丽壮观的 诸天万界星辰之图, 但是与第二重天第一重天不同的是, 在东、南、西、北四方的尽头, 隐隐有一轮血色弯跃的虚影, 像是有四位无上的存在, 正俯视整个大地。 往那边走, 清秀少年根据地图辨别方向之后, 伸手向前一指, 三人腾空飞去。 这第三重天像是经历过一场惊天战火一样, 无数的山巒, 几乎都没有完整的, 全部都像是被拦腰斩断一样, 失去了为恶的磅驳大气, 让人感觉无比苍凉。 无边无际的大地上, 更是布满了一条条弯曲的裂缝, 里面深不见底, 甚至有的一些裂缝之中, 还传来阵阵古老凶兽的嘶吼咆哮声, 以及冲起了一股古酒幽般的杀气, 让人胆寒。 忽然, 秦南与天极榜之灵心中陡然升起了一股危机感。 清秀少年低声一喝, 飞入前方的山林里面, 全力收敛自身的气息, 不要抬头往上看, 也不要散发出神念去感知。 秦南两人立即照做, 山林之众, 三人都仿佛化为了食胎, 双眼闭上, 毫无气息, 连呼吸都极为微弱, 心跳声更是完全听不到。 虽然无法看见, 也无法感知到, 但是三人的耳朵, 却仍然可以听见外面的声音。 咔嚓咔嚓咔嚓上万道像是虚空碎裂的声音响起, 过了百席之后, 又响起了震耳欲聋的轰鸣声, 仿佛又无促太鼓大腰, 向前冲去。 声音由近而远, 由大而小, 过了足足半个时辰之后, 才什么都无法听见。 三人同时睁开眼来, 天极榜之灵问道, 刚才那是什么东西? 清秀少年抬头看向天边, 道, 刚才出现的, 乃是一种名为幽冥鬼神的存在。 据传他们曾经都是大眼天宗的长老和天才, 大眼天宗覆灭之后, 他们心有不甘, 自愿舍去肉身, 修为神智, 彻底化作似鬼非鬼的存在, 万古长存, 只为守护大眼天宗。 要是我们刚才被他们给发掘, 那我们必死无疑。 唯有彻底成为了大眼天宗的传人, 方可召集这一群幽冥鬼神, 让他们听从号令。 秦南内心也不禁有点感慨, 那是何等强大的执念, 才会让他们如此。 这第三重天, 可以说是大眼天宗最为核心的地段了。 此地充满了各种大诡异与杀鸡, 待会在路上的时候, 你们切记要听我的去做, 不然会惹来天大的麻烦。 清秀少年叮嘱一句, 三人继续飞去, 随后, 秦南见到了贯彻天地的是神风暴, 也见到了传闻中有一滴先帝精血所化的藏天血海 以及各种无比诡异, 闻所未闻的意象。 难怪说一般的天尊, 根本无法来到这里, 若是没有清秀少年带路, 就我和天哥两个人, 恐怕也是麻烦不断, 稍有不慎就会陨落, 秦南内心暗道, 看向清秀少年的目光, 也变得顺眼了一分。 这货虽然坑了点, 但本是没得说。 时间流逝, 一天一夜之后, 清秀少年忽然停下脚步, 语气有些振奋, 道, 道了。 前面就是大眼圣殿, 秦南和天极榜之灵看着前方, 心中都生出了一丝震撼。 只见到, 莫大的天穷, 被染为了一片金色, 让人都无法看到那株天心尘之图。 在那光芒的深处, 一尊古老宫雀的轮廓, 若隐若现, 散发着一股无比神圣的气息, 仿佛就像是一位凡人, 正在仰望一尊天宫。 这是一处非常盛大的场景, 秦南三人在这之下, 就如同渺小的蝼蚁一样。 该怎么进去, 天极榜之灵跃跃欲试, 有点迫不及待, 嘿嘿, 到了这个地方, 一切就简单了, 只要朝着那宫殿飞去, 我们自会被吸入大眼圣殿的殿中。 清秀少年说道, 率先飞向前方, 秦南两人立马跟上。 这漫天的金光, 像是无穷的大海一样, 三人飞行了足足半个时辰, 那古老的宫阙, 依然犹如天宫一样, 距离它们无比遥远, 根本无法看得真切。 忽然, 三人心中都响起了一道清脆的铃声, 三道浩瀚缥缈的力量, 垂落在了三人的身上, 使得三人瞬间消失在了原地。 没过多久, 三人出现在了一个崭新的天地间。 嗯, 秦南和天极榜之灵, 几乎同时有所察觉, 抬头看去。 它们的眼底, 立刻露出了抹惊异之色, 依然是夜晚, 只不过那株天万界星辰之图, 完全消失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足足999颗无比闪耀的星辰。 它们像是由一道寻常可见的星光, 扩大了足足上万倍一样, 如日如月, 隐隐约约之间, 秦南两人仿佛还从那每一颗星辰之上, 都看到了一尊模糊的神奇身影, 盘膝而坐。 此乃大眼千星图, 是由大眼天宗第一任先帝, 为了报答大眼天宗的养育栽培之恩, 及其百种帝皇旷世, 用上千个大世界的世界之力铸成, 为大眼天宗正宗至宝之一。 此图里面蕴含了无穷奥妙, 你们要是天赋足够, 仔细观察的话, 并能有所收获, 甚至清秀少年唯唯到来, 说到后面的时候, 他发觉了什么, 扭头一看, 就见到天极榜之灵浑身冒起一缕缕清气, 盘膝坐下, 浑身散发着一股莫大的神圣之感。 秦南则凝视着这幅图案, 双眼中满是星辰光芒, 双手开始结出了一个个古老的印法。 清秀少年撇撇嘴, 看着天极榜之灵, 心中不由生出了一丝感慨, 道, 此人若真是那种体质, 那这诸天万界里面, 又要掀起一阵兴风邪雨了, 他目光又看向秦南, 眼底有一丝疑惑, 心道, 我先前倒是没有发觉, 老弟的武道天赋, 居然如此可怕。 莫非他也有什么体质吗? 他这样猜想着, 嘴角不禁勾起了模糊度, 他要都猜对了, 那可就真有意思了, 一次性遇到两种大体, 那可比得到一个无上传承还要难。 第2518章无上造化 二 清秀少年不再理会两人, 也抬头看向了天空, 他的双眼底部, 涌出了一道道神秘符文, 不断地进行变化。 他现在所处的状态, 与秦南两人完全不同, 他不像是在从图中领悟什么, 而像是动用某种逆天同树, 窥似这张图中的所有奥妙。 过了大概一个时辰, 他收回了目光, 自语道, 果然还是有点勉强, 随后, 他看向了秦南两人, 没好气喝道, 你们都悟到什么时候。 秦南与天极榜之灵 立即从那种玄妙的感觉中脱离出来, 瞬间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情, 心里都有些惊叹。 就刚才那么短短一会的领悟, 他们只感觉自身像是被无穷星光洗礼了一样, 体魄变得更为强横, 神势也壮大起来。 若是让他们继续领悟下去, 并能从这张固图里面得到某种无上大树。 不过, 这样的话, 就有点浪费时间了, 毕竟眼下还是这大衍圣殿的无上传承, 以及各种机缘, 更加重要一点。 我们现在往哪走, 天极榜之灵问道, 嘿嘿, 这一路下来, 总算有机会让你们见识见识我的本事啦。 清秀少年搓了搓手, 然后大手一挥, 取出了五块染血的龟甲, 满脸得意道, 怎么样? 这宝物如何? 秦楠和天极榜之灵同时运转同树, 仔细打亮了一会, 然后对视一眼, 都未作声。 他们怎么看, 这五片龟甲, 好像都是普通的龟甲。 妈的, 你们两个连这个也不认识, 这可是无暇天命龟的龟甲。 如今整个诸天万戒里面, 此龟的龟甲绝对不超过一百个。 而且, 绝大部分, 都被那些顶级大势力给收走了。 清秀少年没好气到, 他本来想显摆一下, 结果谁知道这两人完全没有眼力。 得得得, 别自吹自雷了, 赶紧运转起来看看。 要是真能靠这五片龟甲, 可以找到无上传承, 我到时候叫你一生老弟怎么样? 天极榜之灵催促道, 哼, 这可是你说的, 我呸, 我怎么要你叫我老弟? 清秀少年瞪眼, 两人又扯皮了一会, 清秀少年这才开始动手, 双手不断地向前拍出, 一枚枚奇异的龙形符纹, 不断飞了出来, 钻入五片龟甲之中。 一道混沌般的气息, 立即从龟甲上飘出, 向着四周蔓延, 如雾一般。 上玄听令, 无暇之光, 窥似天机, 清秀少年口中喃喃自语。 秦南和天极榜之灵健壮, 都是有些诧异, 没想到清秀少年竟然还掌握着某种强大的推演之术。 这要是让季璇知道了, 恐怕肠子都会悔清。 清秀少年这等人物, 掌握的推演之术, 那能简单吗? 好了, 清秀少年眼中释放出两道神光, 伸手指了一个方向, 我们往那边过去, 定然可以寻到无上传承。 三人立即不再废话, 迅速飞向前方, 赶路之中, 秦南与天极榜之灵, 也从清秀少年的口中, 了解到了大眼圣殿的更多秘密。 大眼圣殿与大眼千星图一样, 都是当年大眼天宗的镇宗至宝之一, 殿中自成一界, 若无超过无上天尊的修为, 必然无法看清整个殿的原貌。 除此之外, 殿中自成的一界, 与大眼世界山存在的十八个小世界不同, 此界中弥漫着一种名为大眼之气的仙气, 若未修炼大眼天宗之法, 将其吸入体内之后, 久而久之就会暴体而亡, 化作枯骨。 还有, 殿中要比第三重山更加危险, 几乎可以说得上是步步杀鸡, 若是尚未达到失地境界的天尊, 来此必然是死路一条。 即便是达到了失地境界的天尊, 也得掌握诸多底牌, 用于应对, 否则也是九死一生。 嗯, 等等, 忽然间, 清秀少年摆了摆手, 到那里有点古怪。 在他们的前面, 乃是一个古老的森林, 但这森林如同遭遇了一场大劫, 无数参天大树齐齐斩断, 枝叶洒落在地, 原本的勃勃生机, 变成了现在的一片极灭。 像这样的情形, 他们一路上见过了不少, 秦南着实没有看出来, 这里有什么古怪。 的确有点古怪, 残留在此地的武道意志, 还无比的凝炼, 在这森林中发生的大战, 应该还没过去多久, 最多也就两个时辰。 难道说, 在我们之前, 还有人进来了? 天极榜之灵仔细观察一会, 开口说道, 清秀少年眼底闪过了一丝一色, 然后缓缓说道, 你说得没错, 的确有人在我们之前进来了, 那应该是那些大势力的天才吧。 秦南说道, 他倒并不觉得奇怪, 此次前来玄机之中的天才那么多, 有人先来大衍圣殿, 那实属正常。 几乎不可能, 清秀少年摇摇头, 道, 来者定然另有其人。 秦南一愣, 忍不住道, 如何见得, 除了那些大势力的天才们, 还会有谁能够这么快来到这里, 清秀少年撇了他, 一眼, 没好气道, 你以为人人都像你一样, 随便进入一个古神之墓, 就可以得到大衍圣殿的位置图。 即便是那些大势力的天才们, 也得耗费很长的时间, 才能够找到完整的地图。 哦, 对了, 你想必还不知道, 每次玄机打开, 大衍圣殿所处的位置, 都会发生变化。 先前玄机中完整的地图, 就彻底没了作用。 要想找到大衍圣殿, 必须的他踏实实地在玄机中重新得到地图。 虽然玄机中的诸多地图, 可能早就存在了, 但是大衍圣殿每次变化位置, 都会影响到那些尚未被人得到的地图, 化为新的正确地图。 秦南心底一惊, 他到现在才明白, 他得到的那复古图有多么珍贵。 既然不是那些天才, 那会是什么人? 天极榜之灵问道, 能够这么快进入大衍圣殿, 只有两种可能, 一种是有着极其逆天的运气, 刚进入玄机里面就捡到了一张地图。 这几乎不可能, 还有一种, 那就是有大衍天宗的后人来了。 清秀少年说道, 第2519张无上造化, 3.秦南心中一动, 道,我这张地图, 就是从大衍天宗的后人那里所得。 清秀少年点点头, 道,这很正常, 当年大衍天宗覆灭之时, 他们不愿大衍传承就此不复存在, 故而留下了诸多地图, 等待有缘人。 与其他修士们比起来, 这些大衍天宗的后人, 有着得天独后的优势, 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地图。 他们若是途中遭难, 便会想方法将地图给继续传下去。 不过, 这些都不是关键的地方, 清秀少年加重了语气, 大衍天宗的后人, 也有血脉强弱之分。 譬如, 昔日天宗的宗主一脉, 太上长老一脉, 长老一脉, 比起什么内门弟子后人, 外门弟子后人, 在这大衍世界山里面, 得到的优势就要大很多。 此次到来的大衍天宗后人, 要是血脉比较强大, 仙族比较显赫, 那我们要想拿到传承, 必然会变得极其麻烦。 秦南和天极榜之灵了然, 先不说了, 我们赶快过去, 说不定他们已经找到了传承之地。 三人的身形, 很快化作一道流光, 飞向了前方。 随后, 他们又发现了不少厮杀的痕迹, 都发生在一两个时辰之内。 同时, 他们也遭遇到了不少危险。 值得一提的是, 秦南和天极榜之灵有意想见事件是清秀少年的实力, 多次遇到危险之时, 两人都很默契地向后退去, 把清秀少年挡在前方。 然而, 清秀少年次次都施展出来了一门奇怪的步伐, 轻而易举的远去, 迫使他们两人陷入危险之中, 不得不强行出手。 就这样失败了足足四五四, 秦南和天极榜之灵只好打消念头, 要是这清秀少年不愿意出手, 那恐怕谁也没有办法逼迫他们。 时间流逝, 前进了足足五个时辰之后, 秦南三人脚步齐齐停住。 只见, 远方的天际之中, 出现了一抹绚烂的红光, 一股若有若无的古意, 从前方飘来。 异象出世, 红光闪耀, 前方就是传承之地了。 三人都加快了速度, 大约百席之后, 他们立刻见到, 漫天的星光之下, 璀璨的红光, 像是一道天地圣火一般, 缓缓地燃烧着。 在这光芒里面, 一座形状如己般的大山的轮廓, 若隐若现, 顶天立地。 隐隐约约间还可以看到, 从那大山的山巅之处, 涌下了无数漆飞之水, 像是九幽瀑布一般, 直冲而下, 落在了山脚之处一处外形模糊的宫殿之上。 秦南和天极榜之灵都是身心为震, 明明这一切都是无声无息, 但是他们的心中, 仿佛听到了瀑布飞驰而下的声音, 还有一道道模糊的堤影。 天山玄空, 明河落殿, 此处莫非是, 九霄先帝所留的传承之地。 清秀少年语气中露出了抹击洞, 九霄先帝, 大眼天宗的十大先帝之一, 秦南和天极榜之灵都是目露金色, 万万没有想到这次竟然遇到了如此惊世的巨大传承。 不错, 他便是大眼天宗的十大先帝之一。 而且, 这位九霄先帝, 乃是第九位先帝, 据金石坚较尽。 传说之中, 九霄先帝乃是从天地至宝太上玄皇时上物先成功, 这次我们遇到他的传承, 说不定可以得到一小块太上玄皇时。 清秀少年眼神火热, 似乎是想到了自己得到此时的画面, 还咽了口口水。 秦南和天极榜之灵也是内心一动, 让堂堂先帝悟先成功的至宝, 那绝对是非同凡响。 走, 我们赶快过去, 千万别让那个家伙抢先了。 清秀少年反应过来, 撒腿就往前冲去, 嗯, 秦南三人向前没飞多久, 就感受到了一股若有若无的古老威压, 从那神秘宫殿中传来, 令他们血液都仿佛凝固。 不止如此, 他们还感知到, 那尊虚幻的维厄大山, 散发出来了一股无形的大势, 几乎将整片天地都给镇压了, 使得他们的铜树彻底失去了效果, 神念感知的范围也不过百丈。 不过, 这并未影响到他们的修为, 所以三人很快就抵达了这大山前方的空地, 同时也看到了在他们的前面, 有着三十多道身影, 正在等待着什么。 我靠, 怎么这么多人, 难道这是幻术, 清秀少年瞪大眼睛, 秦南也是有些错愕, 还有些狐疑, 他怎么感觉这些身影都有点熟悉。 突然, 秦南想到了什么, 心底陡然浮现出来了一股不好的预感。 神问人, 这时, 前方的修士们, 发觉了他们三人的存在, 发出了一声力喝, 然后又变成了惊怒, 竟然是你们两个。 前方所有的修士们, 齐刷刷回头看来, 正是真黎公子, 燕丹青, 杨少飞, 蓝猎, 燕仁等等天才, 他们见到了秦南和清秀少年之后, 几乎脸色都是齐齐一变, 眼中涌现出怒火和杀鸡。 他们这些天才们, 万万没有料到, 如今竟然在这个时候, 碰到了这两个贼人。 一, 是你们呀, 清秀少年目录亚裔, 然后灿烂的一笑, 道真没有想到, 居然能够在这里遇到诸位好友, 老天爷果然带我不薄啊。 看他这服模样, 就好像他真的与真黎公子等人关系极好, 秦童手足。 诸位好友, 真黎公子, 燕丹青等人眼中怒火杀一变得愈加旺盛, 燕丹青更是立贺一声, 给我那命来。 刷刷刷, 这几十位天才们, 几乎都爆发出来了惊天气势, 化作一道道爵士长虹, 朝着秦南三人冲了过来, 戏使滔天, 犹如一只恐怖大军。 诸位好友, 你们这是干什么啊? 都是他让我做的, 你们不要找我的麻烦啊。 清秀少年大叫一声, 伸手一指秦南, 然后撒腿就跑。 我靠, 秦南忍不住抱了句粗口, 恨不得拔刀斩了这祸。 第2520章 无上造化 4 突然, 天地间响起了一道道震耳欲聋的轰鸣声, 所有人都下意识回头看去, 就见到那尊大己形状的维厄大山, 像是被一尊无上之剑斩中, 竟然碎裂开来, 从中涌出了无数金色之水, 目入漆黑之水之中, 一并浇灌在了那宫殿之上。 那模糊的外形, 顿时开始变得真实起来, 像是从古画中走出, 释放开来了一股无比古老的威压, 席卷整片天地, 让所有人的灵魂, 都是剧烈一阵。 要是换作一般的天尊, 恐怕早就下跪, 顶礼膜拜, 不过在场的人, 大部分都是万界榜榜上有名的天才人物, 纵然不是也非同小可, 故而很快就将威压给抗住。 真理道有, 你们就莫要追了, 现在船程已经打开, 还是取得船程要紧。 这时, 刚才那一群人里面, 唯一一个没有冲出来的修士, 开口说道, 此人是一名青年, 头戴金冠, 戏血澎湃, 身上有股雨声俱来的贵气。 可是, 真理公子眉头皱起, 他实在是太恨秦男两人了, 毕竟当时可是在他的酒会, 结果出现了那样的事情, 他比其他天才们更加感觉丢人。 真理道有, 别什么可是了, 何须为了两个楼椅耳耽误时间? 你且放心吧, 等我们取得船程之后, 只要这两个人还未离开大眼世界山, 我定当替你废了他们两个。 青年催促道, 言语之间, 完全不把秦男三人放在心上。 好, 真理公子想到此人的身份, 立刻点头答应, 不再追及秦男三人, 朝着宫殿飞了过去。 呵呵, 林小枝, 此处可是昔日九霄先帝留下的传承, 你们想必不愿错过吧? 我在里面等着你们, 燕丹青临走之前, 还发出了一声冷笑, 很快, 那名金官青年身上就释放悬光, 将诸多天才们笼罩其中, 浩浩荡荡地飞向了宫殿之中, 那紧闭的珠红色大门, 竟是自行打开, 里面垂落仙气长桥, 似乎是在迎接他们。 秦男三人看着这一幕, 心中均是了然, 此人便是大眼天宗的后人。 能够让仙殿迎接, 此人的祖先, 至少是大眼仙殿长老级别的人物。 清秀少年说道, 我们现在怎么办, 天极榜之灵看着清秀少年冷笑道, 那一群人都是你当时惹下的仇人, 我们若是也进去的话, 那必然会遭遇围攻。 三十多名天才级的人物, 还有一位大眼天宗的后人, 这个阵容可不是一般的强大。 可可, 我们也不是没有机会, 我们在这里等会就好了。 清秀少年摸了摸鼻子, 等, 天极榜之灵美好气道, 众所周知, 争夺一地传承, 仙姬最为重要。 若是失了仙姬, 那么就会步步受制。 更不要说, 他们有着大眼天宗的后人, 肯定可以极快地找到 九霄仙帝所留的大机缘。 清秀少年摇了摇头, 道, 话不可这么说, 这位大眼天宗的后人, 不惜找来了真离公子等等诸多天才, 那想必是里面有着极为恐怖的静致, 必须得极其众人之力才方能破开。 而且, 堂堂一介先帝所留的传承, 必然不是一进去就可以遇到的, 须得闯过重重关卡, 说到这里, 他神秘一笑, 道, 总之, 你相信我, 到时候我自有办法。 秦南和天极榜之灵对视一眼, 瞬间明白了对方的心思, 若是这货到时候坑了的话, 那就当着这货的面, 把那几把仙剑给一寸寸毁掉。 两人很快平静下来, 现在这种状况, 也只能指望着清秀少年展现未来清穷之主的通天手段了。 等了大约一千席时间, 清秀少年小声嘀咕了几句, 然后道, 我们可以进去了。 三人立刻化作了三道光芒, 飞向了宫殿, 踏入大门的刹那, 一种古仆苍凉的气息, 顿时扑面而来, 他们的眼前, 也出现了一片荒芜的大地, 天空中垂落着各种各样的阵纹, 像是一头头龙蛇在静静直伏一样。 秦南心里没由地泛起了一道寒意, 显然这些阵纹都具备了惊人杀鸡, 只要稍有触碰, 就会遭遇雷霆打击。 他们在那上面, 天极榜之灵霍而道, 秦南两人抬头看去, 就见远方天穷的尽头, 竟然悬浮着一片大约有着方圆千里之大的土地, 土壤呈现为了水晶之色, 可以让秦南等人轻易看见, 上面生长着一棵古树, 一根藤蔓, 一株古花, 闪烁神光。 他们都有强大静置守护, 大眼天宗的后人和真狸公子等等诸多天才们, 正在施展各种各样强大的手段, 将那静置一层层剥离。 夺天藤, 玉龙树, 三妙神花, 乖乖, 九霄仙帝果然就是大手笔, 竟然在这里就留下了这等神物, 清秀少年咽了口口水。 真黎公子等等人, 也有所察觉, 扭头看来, 眼中顿时寒芒闪烁。 他们竟然真的赶进来, 咽丹青冷笑一声, 这果然应了一句古话, 人为才死, 鸟为石王, 明明得知这里面无比危险, 还敢进来一场。 不知死活, 既然如此, 那收了这三样神物之后, 我便带诸位废了他们。 大眼天宗的后人冷冷说道, 这个时候, 清秀少年脸上露出了抹心疼之色, 然后小心翼翼地从除雾袋之中, 取出了一根巴掌大小的钉子, 上面绣机斑斑, 看起来毫无特殊, 但却散发出来了一股破灭万物的契机。 嗯, 真离公子等人察觉有意, 回头一看, 同仁当即一缩, 师生道, 破旺先丁。 破旺先丁, 乃是诸天万界之中, 一种极为罕见的特殊神物, 此物非人力能够锻造, 而是由天地孕育而生, 数量极其稀少, 哪怕是各方大势力之中, 也没有多少。 此丁无法与人交战, 只有一个功效, 那就是短暂破开一片虚妄, 或者是一个小世界, 小空间等等, 进入下一个地方。 众所皆知, 越是强大的传承, 越是不止一众关卡, 甚至还有的人, 会设下促个小世界或空间层层相叠。 一般来说, 修士想要得到传承, 只能一关关去闯, 根本不可能直接进入核心之地。 但是, 有了这破旺先丁, 那就完全不一样了。